正邪谁人认定 善恶任内评说 血红作品百万点击 无瑕修正剧作 且听大宾为您演绎 邪风曲 邪风曲第171回 话说海外众仙文庭丽丰要说 派朝廷兵马攻打中原道门的洞天府邸 一个个面色尴尬 非仙子尖声呵斥起来 丽丰 你简直说得荒唐 百万大军在顶尖的修道高手看来 不过是一个笑话 一个亏虚气的高手 轻易之间可以扭转大江大河的水流 淹死十几万大军 是轻松至极的事情 又或者是大军进发的时候 来一场地震山崩 又是数万大军不见了 你百万大军又有什么用处 丽丰鼓掌大笑 师尊 侥语的是 其实 诸位先长的意思 我明白 主要是害怕中原道门联合起来 和我们为难 是不是 如果是海外的诸位先长 倾巢而出 一个个门派的打过去的话 恐怕中原没有任何一个门派 可以抵挡住海外同道们的联手之力吧 黄蜂真人点了点头 眼睛里边闪动着睿智的光芒 陈生说道 正是如此 我们已经商议过了 中原有所谓三十六大洞天 七十二小洞天 我们可不用这么多 海外的同道人数本来就少 只要把这洞天福地抢个三成 再占据一些游民的灵山 那也就足够我们自己分配了 倒是不用和整个中原起中土 立峰摸了一下下巴上的胡须 他此时的胡子已经有接近两寸长了 黑油油的很是光亮 给他凭空增加了一点点 仿佛教书先生一般的儒雅风度 他抿了一下嘴唇 点头说道 如果是这样 也许 立峰奸笑起来 眼珠子咕噜噜的乱转 诸位仙长 陛下找我有事商议 我现在呢先去皇宫 等我回来的时候 应该就有主意了 可好 乌鸦老祖他们互相看了看 同时点头 天蓝居士 大大咧咧的拍了一下肚皮 笑道 也行啊 这事情急不来 总要计算清楚了才能做 万一出了疲劳 我们的门下人数少 可不能折损太多 立峰啊 都说你计谋百出 就看你能否 给我们找一条好路子了 立峰大笑 站起来拱手道 出位过奖了 小猫啊 走 跟我去皇宫见驾 说完 两个人匆匆的走了出去 徐青正在院子门口后着 看到立峰 连忙迎了上来 跟在立峰身边 一边走一边说道 那院子 已经阔了三倍的地基 足够两千多人 在里边居住 风师弟已经设计了 一整套的改建方案出来 地下应该有两层密室 足以容纳七八百人在内 院子后边的码头 也准备重新挖一条小核叉 岸上种满柳树 什么的 这样就可以保得隐秘了 顿了顿 徐青接着说 现在就这园子的名字 还没重新改过 还有工匠挑选也是大麻烦 总不能等他们修好那些机关 就杀人灭口吧 所以还要缓上一阵子 才能动工 不过那一般的地基土师的工程 已经开始了 立峰点点头 看了徐青也吩咐道 园子的名字好说呀 你把园子的空地上 都给我种上花花草草的 到时候方便布置机关阵法 对外嘛 就说是一花谱 就起名字叫做 秦淮花庄好了 任谁也想不到 我们锦衣卫会在花园里边办工吧 徐青啊 这事情就交给你了 要多少银子 你去找小李子李公公支取就是了 顿了顿 他又继续说 我给你那批银子 你能不动用 最好就不动用 那是我们自己的经费银两 应需要的花费呢 里边支 否则人家会说 咱们锦衣卫弄了多少油水呀 居然不用朝廷的银子 就可以办事 这可不大不小 是个罪名 徐青会议 知道立峰 其实就是舍不得自己出银子 硬是要祸害国库的银两 当下他笑着答应了 拱了拱手 带了一匹随从 匆匆的又出城去了 立峰基本上算是一个甩手掌柜 小事从来不管 但是锦衣卫又没什么大事情要处理 所以只是辛苦徐青一个人成天的奔波了 立峰小猫带人赶到御书房的时候 朱棣正在书房内大发起火 一块儿相亲的厌态 就在立峰进门的时候 被朱棣一手就砸在了地上 摔成了粉碎 一群废物 吕公公 唐龙密蝶应天府的三组人马 都给我杀了 都是废物 居然让方良和李善这两个小人 卷走了这么大一笔银子 谁能告诉我 他们要去哪 说他们往南方跑了 到底是哪边啊 应天府在往南 那是哪 他们要去哪呀 他们是朱云文最忠心的臣子 藤龙密蝶居然不能发现他们的嫡系 这就是失职 他们就该死 全都给我砍了 立峰速容跪道 高声叫道 陛下 臣立峰觐见 看到立峰 朱地脸上勉强的挤出了一丝笑容 好 立峰 你来了 朕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把那方良和李善抓回来 他们两人带着十几个云文朝里的大臣 卷走了宝库价值七百多万两的金银细软 古董古丸之物跑了 藤龙密蝶居然没有防备 给我抓他们回来 立峰看了满脸冷冰冰的吕老太监 看了看浸若寒蝉的珠西珠灯等人 又看了看书房那一大群 大气都不敢出的武将一眼 突然阴笑起来 陛下 这事可就值得玩味了 臣敢问 那方良李善在半月之前 似乎还一切正常 为何就突然卷了珠宝桃走了 整个书房内的气息猛的一紧 僧道远惊叫道 朱云文没死 他的脸色有点变了 立峰立声道 没错 朱云文应该没死 而且应该躲藏在某个地方 等着他忠诚的臣子 去给他送银子呢 价值七百多万两的古丸等物 如果换成现金的话 起码也有两三百万两吧 如果他还能有这么一支 中心的军队 又或者是用这笔钱去 交结域外各国 朱灯狠狠的一脚 跺在了地上 他尖叫起来 父皇 儿臣愿领兵 把那朱云文一党 全部杀掉 朱棣文言痛斥道 废话 你知道他在哪吗 你带着百万大军又怎么杀得了他 胡说八道 朱棣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难怪那日城破 找不到朱云文的尸首 只能胡乱的弄了一具尸体 抵混过去 感情却还是真的没死 还在那召集自己的 减臣一党啊 朱棣看向了僧道远和吕老太监 低声说道 此事该当如何 僧道远微笑 吕老太监则是三角眼里边是熏光闪动 凶狠的说 陛下 老奴也令腾龙密蝶 寻方良离善的踪迹 总不能让他们逃脱了 然后嘛 出动大军是不能的 打草惊蛇 恐怕朱云文早就逃跑了 只能出动一批精干的人手 跟着方良离善等人 慢慢的照到朱云文的踪迹才是啊 上前了一步 眼里凶狠的光芒不断的闪烁 仿佛鬼火一般 陛下 臣有一主意 正好在这方良离善的身上做文章 最近海外诸位仙长 似乎是想要兑现以前的许诺 要求得到天下的洞天伏地了 可是却没一个理由能够正当的出手 尤其其中关联甚多 稍微不慎就可能引起中原海外道门的全面大战 臣以为 此事正好作为一个鱼饵 既能抓住朱云文 又能顺了诸位仙长的意思 理直气壮的 找到那些修道门派的山门 一个一个的名山大川的抢下来 如此 陛下在海外的诸位仙长面前 可也不算是食言呢 朱棣和僧道言互相探理 脸上渐渐的浮现出了笑容 僧道言阴柔的说 如此甚好 我已经明白了你的意思 不过操作之时可要小心行事 万万不能旁生之解 朱棣则是小心的问 如此行事倒也无妨 但是如果那朱云文跑了 可是如何是好 立峰笑了起来 陛下朱云文还能翻出什么浪头呢 长江以北 可是我们燕王府的势力范围 没有人听他朱云文的 长江以南嘛 正好趁这次机会 我们把那些赶和方梁李善等人 勾结的官员都给杀光了 他朱云文一人 还能新兵造反不成吗 尤其现在天下人都知道 朱云文已经是在城破的时候给烧死了 只要咬定他已经是一个死人 还有谁敢相信他是朱云文呢 谁见过他呀 僧道言笑了起来 此话有理 不过如果能够顺手抓住他 总比抓不到的好啊 朱棣缓缓点头 罢了 还是你李锋能干 这事情就你和吕主管两人负责 把事情给了结了吧 需要多少人手 需要动用什么 你尽管说 朕答应过海外祝先 让他们在中原拥有自己山门的事情 可万万不能食言 一切就看你们怎么办理吧 小猫在一旁嘀咕了一句 你们说了些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初帝 李锋 孙道言等人同时笑起来 这话 也就他们这些心中千万诡计的人 才能听得明白了 起点中文网版全所有 唱听网荣誉出品 清晨 一队队的士兵正在大街上往来的奔跑 气喘吁吁的进行着早训 微薄的沉悟中 应天府内外城墙的城门同时开启 沉重的碰撞声后 那特别加固的吊桥也缓缓的放了下去 一家整的城防军快步的走到了城门口 虎视眈眈的审视着一窝蜂的涌进城的百姓 那些挑着担子背着东西的百姓 轻轻松松的就进去了 而那些衣着华与整齐或者是佩戴着配件的人 则是毫不客气被拉到了城墙下好一番严谨的审查 逆着进城的人潮 立峰带着小猫及三十名锦衣卫的高手 缓缓的策马走出了城门 城防军看到立峰这个顶头上司出门 哪敢多问一句啊 再看看他那淡淡的面孔 没有人敢上去行李问号 就这么呆呆的看着一行人走了出去 立峰他们的身后乌鸦老祖他们更换了俗世的文生打扮 坐在马车上兴致盎然的看着忙碌的百姓和军队 也缓缓的跟了出去 立峰骑在马上不断回想昨夜吕太监给自己交代的事情 小猴子啊 你可要小心了 朱允文如果活着 那你可要想清楚他是怎么逃出颖天府的 地上有我们数十万大军包围 天上有海外的诸位仙长看着 他居然就这么轻轻松松的逃走了 还带走了身边的几个司礼太监 这个事情可是古怪 他的身边肯定有高手 你一定要小心呢 公公 我这么老了 才你一个一族 可还等着你送中呢 你可万万不能有事啊 这块令牌可以号令天下所有的藤龙蜜蝶 他们虽然武功也许不怎么样 但是在当地都有极大的潜势力 可以做你的帮手 这藤龙蜜蝶嘛 陛下他只知道三分之一 剩下三分之二是公公我一步步的发展起来 今天这些人就送给你了 你好好的使用他们 在官场上混 没有一点阴暗处的势力 万一倒霉的时候 可就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们的名单 你背熟了就烧了吧 就你自己知道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在外面 不要逗留的太久 颖天符刚刚打下来 什么事情都还没稳 尤其二殿下那边 可能又要闹出一些麻烦事情 大殿下 他虽然被立为世子 可是殿下是否肯立他做太子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事情多变啊 大殿下在郡中 可就由你和丽虎两个人撑腰 你要是不在 大殿下说话的底气都没有 我可不想看到大殿下垮台 你跟着一起倒霉啊 丽丰那时候 他皱起了眉头 很是不快的问 二殿下 他可实在是糊涂了 好容易太平了 他还折腾什么呢 而吕老太监 则阴险的跟他说 谁叫他们都想做皇帝啊 你可给义父我记住了 朱家的子孙 你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他们都是毒蛇一般的家伙 随时就可能狠狠的咬你一口 心狠手辣 奸诈无耻 这就是太祖皇帝所有子孙的特征 哪怕最没有用的一个子孙 都可以在背地里狠狠的捅你一刀子 你也知道 那锦绣府当年敢刺杀大殿下 不就是因为四位殿下中 有人和他们勾结在一起了吗 那两个看起来是废物的殿下 可也不安分啊 不过义父我不想看到陛下的四个儿子 自相残杀 所以这才把调查的结果给瞒了下来 你可记得了 三殿下还在旁边盯着呢 就等老大和老二 到个你死我活 捡得便宜 所以这次去南方 你一定要速战速决 万万不能拖延时间 应天府内 义父帮你在朝廷里盯着 如果二殿下三殿下勾结朝廷官员 义父就会立刻砍了那些官 市井里面 你写信去叫立竹回来 义父给你说 立竹也不要奉官 就靠着你 在应天府内 做一个最大的武林帮派的帮主 这样 朝廷民间可都有人了 双管齐下 你的地位才能稳如泰山呢 立端的心里有点感动 这吕老太监对别人是狠辣无情 但是对自己的这份情意 确实认真的 要不是他真的对自己 还有几分感情的话 立端是无论如何 也不会拜他做义父 有了这么一位老成精的 大内总管做靠山 就算日后有什么危难 他也是能够平安的度过 清晨的风很凉爽 城外的黄土路也是湿漉漉的 马蹄快速的奔跑出去的时候 一点尘土都没有溅起来 清脆的提升 敲碎了清晨的宁静 惊起了一大片 在路边树林内栖息的鸟儿 顿时漫天鸟飞 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 啪的一声 小猫一耳光抽在自己脸上 他愤怒的咆哮 这娘呢 哪个臭鸟 在虎爷的脸上 拉屎拉尿的 立端哈哈大笑 后边那三十名黄龙们的弟子 也同时低声呲笑 顿时马奔跑的速度 又快了不少 立封此行如何捉拿朱远文 又如何驻海外修饰夺得中原的动天福地 咱们下回接着说 听月光谁在唱 写风去不能忘 这心底的悲凉 有多痛 有多痛 有多伤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侠修正剧作 且听大兵为您演绎 《斜风曲》 《斜风曲》第172回 烈日当头 一列十架马车 在岩浆一般的阳光中是艰苦的跋涉着 山路崎岖 又是那古老的战道 马车行进的速度很慢 很慢 两个方脸长须的中年人 焦急地坐在车缘上 不断地催促着 快快 进川了可就安全了 快点 主子还在青阳宫 躺着我们呢 赶车的人 是轻一色 面容坚毅 身材强壮 挺拔 仿佛岩石一样的年轻人 他们的穿着打扮都是一模一样 腰间也都佩戴着相同志士的燕灵刀 目光如电 看来都是特别培养出来的好手 跟在马车边上的 还有这样的年轻人三十人 以及十八个骑在小轿驴背上 满脸焦急金黄的中年人 他们不断地回头后顾 一直发现后边没有人跟进了 这才放心的擦一把汗 又把小轿驴呵斥几声 叫他们走快点 坐在车缘上的那个中年人 取出了水囊 灌了几口水之后 回头劝道 主公不用如此焦急 这十辆马车万万不能出了差错 不管怎么样 也要把他们运到成都才是 真奇怪了 主子怎么会跑到成都去 和他并排坐着的那个中年人笑道 四川盘地物产丰富 一手难攻 加上百姓人口众多 如果能够在四川其次 可比其他地方要好多了 想来主子也是这么考虑的 所以才会到了这里 四一 你算呢 驾驭着他们所乘马车的年轻人 也不回头 低声说道 两位大人 十一只是觉着奇怪 主子在成都这么讲 可似乎朝廷方面也知道了 否则的话 那各地官府都在封锁道路 就给我们留下了一条 入川的通道呢 十一以为 他们似乎在故意的 逼我们入川呢 一个骑在小轿驴身上的中年人 笑呵呵的靠近了几步 不用怀疑 想必是那窜王下令大揍天下 下面的官员自然是奉命行事的 各地交通一口 封锁起来 这是正常 不过这战道上 却是不好设置埋伏 尤其四川盘地 太容易封锁 相比他们认为 我们不会这么傻的 自投绝境 所以才放开了这条道路 也说不定啊 刚开始说话的 那个中年人笑道 有理 有理啊 而且 如果地方官府 要封锁四川的入川通道 也不会在战道上行事 他们也会在 下山后的出口处 设置关卡 所以 我们才会一路行来 而无变故 只要进了川 地狱广大 人烟繁多 他们讨厌难得 找到我们的踪迹 那时候 也就可以 放下心来了 一个额头上 有一块青斑的中年人 喃喃自语 就是不知道 四川仪地的官员 有多少会听从主子的命令 要知道 这天下官员 可都被当今的那位 给换了一遍 主子 还能命令他们吗 坐在车缘上的中年人 笑起来 心心满满地说 此事无妨 就算他们不听命令 十一他们 也能夺取兵权 加上我们手中 掌握的银两 武装一支大军 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那时候 我们封锁盆地 修养生息 招揽天下 忠臣一事 大事可为呀 这群人同时露出了笑容 似乎已经看到了 无比美好的前景 就在眼前了 马蹄声突响 这一行人同时紧张地 回头望去 却看到一个身穿 碧蓝色长袍 面容俊朗 有如仙人一般 身后跟着四个 骑着青花大骡子的 童子的公子哥 得意洋洋 满面春风地骑着一匹 神俊无比的白马 小跑着赶了上来 这公子哥 还自负风流地 低声长吟着 数道难 难于上青天 本公子乃神仙中人 青天都能上 这数道又难在何处 几个中年人 同时扭转过头去 心里边低声骂了一句 年少轻狂 大言不惭 不是成大事之人 这公子哥 看了看那些 三十名紧紧的 把马车护在队列中的 进庄青年人 突然掏出了一个酒囊 往肚子里边 狂灌了一通之后 随手把酒囊 扔下了路边的深渊 摇晃着脑袋问道 你们 干什么的 看起来是赶脚的行商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自古独有 独书高 你们这群凡夫俗子 就知道将本求利 蹉跎一生啊 那叫做十一的年轻人 面色有点难看 他冷声喝了一句 公子此言 似乎另有他意 公子哥昂着脑袋冷笑 公子我能有什么意思 你们这群人 一个个就知道 追逐权和力 哪里有公子我 这么逍遥快活 看你们一个个 张头鼠目的德行 就知道 不是什么 大户人家出身 我呸 尤其你们那几个骑驴的 看起来双目无神 印堂发黑 分明就是一群 屈炎覆势的小人 刚才还似乎看不起公子我 什么玩意儿啊 一个骑在驴子背上的 中年人气得浑身直哆嗦 他指着公子哥骂起来 鼠子而敢 公子哥横了他一眼 啪的一声 打开了手的扭扇 轻轻的晃了几下 细群小人 大热天的在山道里奔波 求的不就是明和力吗 你们自以为自己就是什么高尚知识 要说道德文章 潇洒风流 还得是像公子我这样呢 公子我家财无数 家业巨大 生平喜欢 寻访明山 此次入川 就是要去峨眉山寻仙访道 总比尔等 府邸犹豫 指定王 哈哈的一阵狂笑 公子哥带着四个童子 飞驰而去 战道里就飘下了一连串的狂笑声 知起雄 守起雌 唯天下兮 唯天下兮 常得不离 富归于婴儿 天下神器 不可为也 不可知也 一个老夫子气得在驴背上 疯狂的挥动着拳头 妄人 妄人 如今的天下 咱们尽出这些妄人 起点中文网 版全所有 唱听网 荣誉出品 行行 复行行 第二天月亮当头照的时候 这一队马车走出了战道 进入了平原地带 就在前边山谷出口的地方 他们看到了一个关卡 大概有两百多名官兵在那把守着 就在这些官兵的身后 还有大概三十几顶帐篷 里边有细微的酣声传出 似乎里边还有很多人在休息一样 十一低声的说了一句 五百人 一个百户 哨楼上有十名弓箭手 对我们没有威胁 车员上的中年人轻声的说了一句 五百人吗 你们可只有四十人呢 十一 以及其他的几个年轻人 傲然的笑了笑 也不说话 赶着马车 走到了关卡的面前 那个百户 瞇着眼睛 扫了这一对马车一眼 何问道 你们干什么呢 车上装什么东西 录影呢 那还都带着兵器 不是刘斐一类吧 唰的一声 这些士兵都把兵器全部抽了出来 谨慎的看向了这一对车马 车员上 那个身量稍微有点高点的中年人 跳下了马车 稍微活动了一下腰身 从袖子里边掏出了一封路影 笑嘻嘻的递了过去 大人 我们是苏昭府的客商 来这儿做点生意 这是鹿眼 哦 这 这是我们的鹽眼 准备从成都弄点井盐 贩卖过去 这 这是已经在官府贝勒案的 百户就着灯笼的光芒 扫了一眼露银和鹽眼 也不吭声 抓着两张纸片 走进了马车 一个年轻人 虚拦在他面前 百户怒喝了一声 干什么 本大人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货物 怎么的 不服啊 当狼声联想 那哨楼上又多出了二十几个公奴手 手中的禁奴都对准了下边的人 中年人吸了一口气喝道 你们干什么 让大人查货呀 半夜三更的 赶快赶到前面的镇子上 找个客栈休息 你们是不是还想在山沟里边 喝西北风啊 一群混账 大人 大人 您请 您请 我们这儿实在是没什么饭计的东西 就是一些松江福的绫罗绸缎什么的 这中年人弯下了腰 满脸谄媚的笑容 但是很显然 他并不习惯扮演这样的角色 整个脸都是扭曲的 另外几个中年男子爬下了驴背 在那儿紧紧的盯着这个百货的动作 脸是满脸的怒意 那百货从马车内翻弄了几下 跳了出来 然后又进了另外一辆马车 打开了里边的箱子 看到里边果然是满满一箱子上好的绸缎 他笑了起来 从绸缎内抽出了几匹特别滑贵的抱在怀里 跳下了马车 挥挥手道 啊 你们的话没问题 走吧走吧 最近世道可不太平 你们得加点小心啊 这点绸缎呢 就给老爷我当辛苦费了 啊 看你们也不少这么几匹 几个年轻人的脸色很难看 但是他们也不多说什么 在几个中年人的催促下 赶着马车飞快的过了关卡 过去了老远 才听到一个中年人低声骂了一句 一群混账 这样的官兵 还有军纪可言吗 再说关卡之上 那百户看到马车队走远了 原本充满了贪婪和暴虐的脸庞 顿时平静了下来 恢复了死水一般的严肃 他身边的一座帐篷门帘 猛的被挑开 立风带着小猫从里边走了出来 那百户连忙站好 沉声说道 大人 他们箱子里边最上面一半都是绸缎 但是下面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如果仅仅是绸缎 车折印子不会这么深 按照大人的吩咐 我已经放他们过去了 立风仰天打了个哈欠 冷笑起来 做得好 这些绸缎也价值千八两银子 你拿去换了买酒 给兄弟们喝一顿 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 这次的事情 大家都有功劳 我也就不再去麻烦他了 这关卡呢 可以撤了 就是这些家伙了 他从袖子里边 抽出了一张银票 随手塞给了那个百户 笑着说 这个 是我请兄弟们喝酒的 大家拿去分分吧 那百户连忙卸过了立风 退后了几步 阴影内 三十几名锦衣卫 把马匹牵了过来 立风拍了一下自己的马 笑道 小猫 我和你换换马 你那一匹啊 都快被鸭子了 换给我 让他僵养一下力气 还好你没带那根棍子出来 否则 他早就下汤锅了的 小猫 含糊的骂了一声 这些四脚的家伙 这么大的块头 怎么力气这么小 他的大腿一撇 顿时就坐在了马背上 两条长腿就差点贴住地面了 大巴掌随手的拍了一下 原本属于立风的那匹骏马 可怜巴巴的嘶叫了一声 无奈的朝前方碎步小跑起来 立风笑了笑 跳上了小猫那匹形容憔悴的骏马 轻贺了一声 带着身后的锦衣卫朝前持去 骑在马上 立风低声吩咐道 等下到了前面镇子上 就留下两个人 等得乌鸦县长他们到了 带领他们朝前走 碧灵儿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他一个人走的时候 我还真害怕 他会出手把方良他们给杀了 又过了数日 前方的马车队 终于远远的看到了成都府的城门 这些人顿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了欢心的笑容 那带头的两名中年人之一笑道 李兄啊 可算是到了 那青阳宫可是成都有名的所在 容易找到 那李兄连连摇头 方兄啊 我们还是小心为妙 先在城内找一家客栈休息 然后再慢慢的和祖子联系 老天保佑啊 祖子好容易从城内逃了出来 要是因为我们不小心 让狗子盯上了祖子 那可就是我们的罪过呀 另外几个中年男子也是附和道 李大人说的对 还是小心为妙 我们先进城探听风声 如果当地官府没有大举搜捕的话 再让十一他们出去联络主子 然后再定接下来的计划 这才是万全之策呀 那方兄沉思了一阵 笑了起来 还是诸位考虑的全面 不过这大人二字 可再也不能出口了 荒郊野外的 说说道也无妨 可是在城内 耳目众多 可是要小心哪 众人脸色微变 连连点头称善 车队缓缓的到了成都的城门口 然后他们又听到了那 骄傲无比 高傲绝对的声音 少不入川老不出川 说什么川地浮华 少年人容易在此磨去了稚气 所以少年人不能进四川 公子我看这四川也没什么嘛 除了土地是紫色的 有点古怪 和别的地方倒也差不多 要是这儿的姑娘 都和苏州府杭州府差不多的话 那成都倒也没什么游玩的价值了 一个童子笑嘻嘻地凑去 公子都说四川的姑娘 可是火辣得厉害 热情得紧 公子这么风流倜傥的人物 怕不是要被那些姑娘 抢破了头吗 不过眼见事实 耳听为虚 这成都到底怎么样 还得进去了才知道 十一低声地骂了一句 又是那公子哥 一看就是个花天九地胡索非为的家伙 方兄低声骂了一句 十一 谨言甚行 不容有失 你管他们作甚 那公子哥他也不下马 就这么骑着马到了城门口 趾高气昂的 反手把录影丢给了那城门官 随后一顶金子就砸了下去 啊 这算是公子我交纳的城门税了 算公子我请你们喝酒的 这成都可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那城门官看得这好客公子到了 不由得巴结的缠了上去 笑嘻嘻地说 哎呀公子啊 我们这成都可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什么杜甫草堂啊 青阳宫啊 哎呀那可都是好地方啊 公子这么风流潇洒的人物 要是平调古人 那就去杜甫草堂 如果公子要寻仙访道 那就去青阳宫 那可是道尊老子落脚的地方 现在里边的几位道长 可都是活神仙一般的人物 那公子看了看肥胖的睡官一眼 随手又一顶金子砸了下去 拍了拍大腿说道 啊 青阳宫 这名字倒也听说过 沈玉宪 只有公子我这样才能叫沈玉宫吧 他们里边有客房出租吗 我倒想看看 这神仙到底长什么样啊 这啊 那睡官凑去的笑道 公子 果然问到点子上 那青阳宫 香火旺盛 里边呢 倒也有几间清静的客主院子出租 经常有文人公子在里边流连 尤其啊 那青阳宫的诸位道长 把那偏院扫的干干净净的 比住在外边的客栈 还要清洁 干净 他们的素斋更是一绝啊 又要比客栈的饭是干净多了 公子一定会满意 那公子哥又是一定金子砸下去 笑吟吟的看着肥胖的睡官 那就有劳大人带路 帮我去这里边租一间偏远 可好啊 那方兄李兄对视了一眼 心里边恨死了 那个屈炎覆尸的睡官呢 该死的混账 你不说青阳宫的好处会死吗 主子可现在就躲在青阳宫 你让这飞扬逃脱的公子哥进去 说不定惹出什么麻烦 牵扯到主子的身上 要是主子出了什么事 非要你脑袋不渴 当下车队也顺顺利利的进了城 然后就是在距离青阳宫 还有两条街的地方 找了一家还算干净的客栈住了下来 十一这些年轻人呢 立刻就按照那方兄的命令 三五城去到了大街上 出没于酒楼饭铺打探消息 至于方兄李兄他们几个中年人 则是换了一身义务之后 准备去一些高雅的场所 一些当地官员幕僚 可能出没的场所 去查探风声了 自然了 他们的脸上 都用某些特别的药物 更换了一点点的容貌 反正足够让熟悉 他们的人认不出来 因为他们的影像图形 已经分发到了天下 所有的官兵 都在等着抓了他们去领赏 要知道 方兄也就是方梁 李兄也就是李善 朱棣开出的甲码 可是很重很重的 听月光谁在唱 写风去不能忘 这心底的悲凉 有多痛有多痛有多伤 由于說 我 不想 我 我 我 当时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协封曲第173回 成都城内最大也是最豪华的 同时也是最附庸风雅的酒楼青莲雅柱 因为时尽傍晚人流如枝 方良李善带着几个同伴做出了一副豪客的模样 慢吞吞的走进了青莲雅柱的大门 在殿小二殷勤的招呼声中 他们去到了二楼 二楼的布局很新颖 三十几张大理石面的八仙桌 围绕着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圆池 里边铺着厚厚的毡子 放着几张桌椅 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而那些八仙桌之间 则是摆放着半人高的石板屏风 把桌子隔出一间间小小的空间 但又可以方便临桌的相熟识的人 互相打招呼 倒也是方便到了极点 方良叹息了一声 则四川一径自古复苏 导致民风涩滑浮动不思进取 就看则九楼的布局可就知道了 其他几个中年人点头称事 然后就看到那公子哥大摇大摆的 换了一件碧绿色的长袍 腰间佩戴了一柄蓝色剑鞘的宝剑 右手拇指上套了一个碧绿如洗的玉石戒指 歪着鼻子翘着嘴巴走了上来 四个童子呢 也是换了一身整齐的月白色的纹生袍色 手里边各自拿了一柄折扇 摇摇摆摆的走了上来 仿佛四个世子结伴出游一样 那公子哥看了看左右点点头说道 罢了 地方还算干净 凑合着吃顿吧 小二啊 有什么新奇点的 好吃的好喝的都给公子我端上来 少不了的好处啊 顿了顿 这公子哥很认真的看着小二说道 公子哥告诉你 菜里边不能放辣椒 否则公子我砸了你的酒楼子 说完这番话 那公子哥左右的看了一阵 一屁股坐在了方梁他们隔壁的一张桌子上 顿时那李善气恼的横了那公子哥眼 嘴里边低声的骂了一句 这种人实在是犹如斯文 吃个饭还挑三拣四 古之圣人可有这般作为的吗 这时候一个小二走了过来 点头哈腰的笑着问 这位大爷您吃点什么呀 李善轻轻一排桌子说道 把你们成都拿手的好菜 调有特点的做几份上来 再上一点爽口的淡酒就是 顿了顿 李善撇了那公子哥一眼 辣椒该怎么放就怎么放 我们不调口 公子哥回过头来 看了一眼方梁等人 愣笑道 戏群不知好歹的东西 要是在公子我的地头上 我非下手废了你们不可 看什么看 弄火了公子我 非去衙门告你们 公子可是读书人 你们这群做买卖的 下三流的东西 也敢在公子的面前嚣张 商人 商人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 方梁一手抓住了身边冲动的 想要跳起来的同伴 低声说道 干什么 干什么 你想闹出乱子来吗 那个中年人气脑的坐了下来 恶狠狠的看了公子哥一眼 嘴里边小声的嘀咕着 小辈 要是 要是本大学士还在胃上 就有你的好看 看你的模样 最多不是一个秀才的身份 敢和本大学士这般说话 过了一阵子 二楼的人越来越多 都是一些浑身滑美的绸缎 腰间佩戴着紫薪 白玉坠子 摇动着折扇 身上有着常有的 那种熏香的味道的人 更有一批青春的年华世子 闻邹邹的 聚在一张张八仙桌子边 笑嘻嘻的吟诗作对 好不快活 就听得那些七嘴八舌的 说着什么 哎呀 秀小姐 近日要在这里 奏琴轻唱吗 那可是三辈子难得的耳福啊 近日可真正的是来对了 那公子哥猛的把折扇一收 低声笑了笑 秀姑娘 如此受人追跑 可见是有的几分姿色 罢了 你们给我看看啊 要是那姑娘真长得不错 就去打听一下 她是哪个娄子的 公子我给她赎了身就是了 那四个童子点头答应了 眼里边射出了道道的寒光 正说着的时候 一个浑身白袍 腰间派着一柄 白鲨鱼皮剑鞘 黄童吞口 白玉剑饼的 青年人 带了几个容貌精悍的年轻人 走了上来 顿时二楼众人大乱 不管是那些华府的中年人老头 还是那些高谈阔论的青年 都纷纷站起来拱手为礼 白大公子来了 白大公子好啊 可有几天没看着您了 此人正是白帝门 少掌门白的公子 他的脸上满是雍容的笑意 朝着四周点头为礼 他们白帝门莫名其妙的 得罪了朝廷里的人物 被狠狠的追杀了一阵 幸好随着燕王府的起兵禁难 那追杀他们的锦衣卫高手 也不知去向了 趁着天下出定的关头 他们白帝门的势力范围 又好好的扩张了一通 近乎已经有了 独霸四川江湖道的趋势 白大公子 自然是走到哪儿 都有无数人奉承 那绿袍公子哥冷笑了一声 好大的排场 这人什么来头啊 看起来武功倒也还 可以啊 比起我那兄弟差太多了 不过比起武林中人 却又好太多了 马马虎虎吧 看起来长得还人模狗样呢 他老头子生他的时候 还算鸡得了 就在他旁边的几个本地豪身 听得这公子哥这般说话 吓得浑身一哆嗦 连忙换了一张桌子坐下 一个肥胖的老头 回头看了那公子哥一眼 心里边嘀咕着 好不知死活的东西 在成都敢这么说 白里门少门主 你是嫌脑袋太多了吧你 乱折腾了一顿 所有人终于都坐定了 那白大公子呢 在其他人的谦让下 坐在了最靠近 中间圆池的一张桌子上 他的随从 坐在了他身边的那张桌子上 没有人敢和他同桌吃饭 这也是做主子 和做属下人的区别了 方良朝着那白大公子看了一眼 凑在了李善的耳朵边 低声说道 这人看起来是这儿的地头蛇呀 如果能够和他结交 对我们是大有好处 看他的气质 应该是一个武林高手 我们现在就是欠缺 这样的可靠人手啊 李善也低声的说 那也要看看情况再说呀 如果他心中没有主子 而是忠于那位 恐怕我们就是自托罗网啊 此事要从长计议 不可冒死 我们每一步都不能有错 否则 我们死了不要紧 要是因为我们的不谨慎 而让主子有了任何伤害 白痴都不能让我们赎罪呀 热腾腾的酒菜端了上来 所有人都放开肚量大吃大喝起来 而且每个人都吃得很快 就是那些喜欢吟师作对的青年人 此刻都犹如街上的屠夫一样 放开了肚量 拼命的往肚子里边添着东西 唯独方良 李善他们 看着一桌子红彤彤的菜 傻眼了 李善哆嗦着 夹起了一个夫妻废片 扔进了嘴里 然后立刻吐了出来 抓起一杯酒灌进嘴里 他扑的一声 把嘴里的酒也全喷了出来 整个脸 连同眼珠子都变成了通红色 方良呆了一下 夹了一块红彤彤的麻辣豆腐 放进了嘴巴 他一下子也呆在那了 另外几个中年人 给自己的嘴里倒了一杯酒 顿时也傻眼了 这 这就是清淡点的酒吗 公子哥冷冷的讥笑了几句 傻子 不知道四川这边的风俗吗 辣死醉死了那是活该 还是我那兄弟不出门 而知天下事 叫公子我点菜的时候 都要特别吩咐不要辣椒 看你们也像是读过几本书的人 怎么这么不知道世事人情啊 果然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幸好公子我是文武双全 方良他们羞的是满脸通红 闷不作声的 受了那公子哥的讽刺 招过来小二 叫他胡乱的换了一桌子 清淡的小菜 就这白米饭吃了下去 二楼所有的客人都吃喝完毕了 小二上来 麻利的收拾了桌子 然后给每一个桌子上 都摆上了四碟干果 四碟鲜果 四碟点心 四碟熏制的小火腿肉等小吃事 又有小二 端着精致华美的茶具走了过来 给每一桌上都送上了香喷喷的茶水 一个青年人已经按捺不住的叫嚷起来 掌柜的 甭忙活了 你这茶水什么的也不用送上来了 总之啊 等一下我们赵树给钱就是了 秀姑娘的 秀姑娘还不出来吗 他桌子上那些朋友 顿时哄笑起来 是啊是啊 我们可不要茶水 我们要见秀姑娘呢 一串秦音 顿时整个二楼都安静下来 就看到一个身披白纱 怀抱摇晴 脸上笼罩着一层青纱 而面容朦朦胧胧的 但是身形却仿佛风中春柳一般风姿动人的女子 带了三个抱着琵琶 长笛 动霄 面容极其秀美 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小丫鬟 从一座屏风后走了出来 那女子 娇滴滴的给在场人倒了一个万福 娇声说道 诸位客官 水秀 此番有理了 在场的人都看呆了 只有白大公子还算镇定 站起来笑呵呵的说道 秀姑娘大驾 今日不知道秀姑娘又有什么曲子让我等欣赏啊 那秀姑娘看到白大公子 彪得在语气内露出了一丝惊喜 白大公子可是贵客 秀儿近日里胡乱的学了一些古人的曲子 公子等一下可不要笑话秀儿才是 说完 他走到了那圆池里 坐在了一张椅子上 然后把怀里的摇琴端端正正的放在了面前 然后一个小丫鬟从屏风后走了出来 在他面前放上了一个小小的香顶 里边飘出了一丝丝一缕缕迷人的清香 那公子看到白大公子和水秀儿那两人是狼有情 妾有义的模样 不由得脸蛋是一阵的清绿色 正拧的扭曲着脸蛋 他低声喝骂着 几肚肩肤炎负 我碧灵儿 非把你这臭女人抢回去快我不可 先听听你这小曲唱的怎么样 要是曲子唱的好 我现在就动手抢人 水秀儿把那琴弦拨弄了几下 仿佛天籁一般的声音已经歌唱了起来 你的微博里边辣妹很多 原来我也只是其中一个 万分难过问你为什么 难道痴心的我不够惹火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我爱你爱你爱你爱到昏天暗地 电话打给你美女又在你怀里 我恨你恨你恨你恨的心如雪地 如此神曲一出 周围宾客只觉是身处云端 听取那天女魔音一般 连声赞叹道 好果然是词曲直音天上有人间呢 就在这时候 那碧灵二猛地站了起来 冷笑着喝道 妙啊 姑娘唱这些银词宴调的 倒也有几分功力 可不知道是否会一些微舞一点的曲子 莫非诸位都是自愿沉醉于温柔乡的人吗 那白的公子伯仁大怒 他站了起来看向了碧灵二 碧灵二眼里是雄光闪动 毫不畏惧的瞪向了白的公子 开什么玩笑 他身后这四个童子 都是他悬空倒第三代门人中的佼佼者 一个已经到了养神中期 元英强大无比 另外三个都是元英节定了的修道高手 加上身上有乌鸦老祖赐下的 几件厉害歹毒的法宝 哪里畏惧这区区一武林帮派的公子 碧灵二冷笑着丢出几颗龙眼大的小明珠 歪着脑袋挑衅的看向了白的公子 这位姑娘 你唱的不错 再换个曲子 要是公子我满意了呢 这千年明珠就是你的 要是公子我不满意 可别怪我一把火烧了你这酒娄子 白的公子就要站出来和碧灵二理论 他身后的随从也是杀气腾腾的就要扑上来 那水秀却是柔声说道 公子不知道想要听什么样的曲子 白公子青莲哑住 向来不见刀兵 这位公子想必是外地人士 公子何必动雷霆之怒呢 碧灵二斜着眼看着这水秀 越看越觉着这水秀的身材娇好声音迷人 那脸蛋想必会比身后的丫鬟更加美丽 这一切就是一个角色美人所需要的条件 他已经起了心思要把这水秀弄到手了 在应天府秦淮和尚的大小画房 谁敢不给他面子 他可不觉着在成都府欺压一个小女子 会是什么不良的行径 他音效起来 笑儿姑娘 公子我碧灵二 碧落黄泉的碧 心有灵犀的灵 今日见到姑娘总算是明白 所谓的仙女应该是什么样的 那皇宫大内的妃子 想来都没有姑娘一成的美丽 姑娘方才所唱的神曲吧 不知道姑娘可否唱一点 不是这么稀婉温柔的曲子呢 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曲子 白大公子气得脸色发青 这话什么意思 说自己沉迷于女色的小人吗 白大公子这回可生气了 他微微的做了一个手势 他身后的一个随从顿时偷偷的掩下楼去 他要教训一下这个自称为 碧灵二的外地小子了 水秀低下了头 看了看圆池毡子上 那几颗价值万金的明珠 低声说道 既然如此 公子请坐 秀儿就再唱一曲 给我一个桃马杆 钻在他手上 桃马的汉子你为武雄装 飞驰的君马想起那风一样 一望无际的愿也随你去流浪 反正就这意思啊 此神曲在一出连碧灵二不由的都大声喝彩 好果然是妙极 就是让大斌唱糟见了 那白大公子呢 得意的看了碧灵二也 思索道 外地来的浮华小子 可知道了秀姑娘的大宅吗 却看到那碧灵二站了起来 直接迈步到圆池内 一手就拉下了水秀蒙面的青纱 那青纱一飘落 水秀顿时发出了一声惊呼 而周围的人也都轻声惊叹起来 那是如许美丽的一张脸蛋啊 面白如玉 而且是那种最上好的洋指玉一般的色泽 光润无比 柔和的面部线条 勾勒出一张近乎完美的脸部曲线 精致红润的嘴唇 微微的张开 挺拔圆润的鼻梁 整个看起来就是那么的和谐 尤其让人沉迷的 就是她那一双眼珠子 转动之间流光一彩 仿佛可以把人的心神都吸进去一样 略为弯曲的一对春眉 高高的挑向了鬓角 秀美而不失英气 给她美丽的脸蛋 凭空的增加了几分 洒爽的男儿英气 毕灵儿的喉咙里边咕噜一声 转身就走 随手丢下了三顶金子在自己的面前 嘴里吼了一声 走吧 这女子 一个悬空倒地子追上了毕灵儿 低声问道 小师叔 你是要收了她吗 毕灵儿皱着眉头连连摇头 那女子 天生的九阴之铁 你没看到 那眉心都一抹碧绿吗 要么是治阳治刚的体制 要么是心机大奸大恶 却又大富大贵之人 否则 没人可以承受得了她 我一见她心神就震颤 这是我七百年前 差点遭受大劫之时 才有过的征兆 你莫非以为 我还敢招惹她吗 四个悬空倒的门人呆了一下 回头看了一下那青莲雅柱 低声问道 莫非 这女子也是同道之人 毕灵儿摇头 不可能 她身上没有任何的真元气息 武功都不会 又怎么可能是修道之人呢 他娘的 毕灵儿骂了一句粗话 低声说道 人间尽有其异女子 并天地至阴而生 若不能倾国 则必定倾城 所谓倾乃是倾妇之倾 我毕灵儿贪色 但毕竟是修道之人 还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 把喽 这种女子弄到手上 也是一祸害 没来由招惹她 扒打了一下嘴 这毕灵儿叹息道 不过 真是可惜了 这么美丽的容貌 如此娇好的身材 哎 却是九阴之体 哎呀 不到虚境 可万万不能碰这样的女子啊 四个悬空岛的门人呆了一下 匆匆地跟着毕灵儿就走 他们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毕灵儿这个花花公子 生平第一次不招惹女人 就在这个时候 毕灵儿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街角的立风 听月光 谁在唱 写风去 不能忘 这心底 的悲凉 有多痛 有多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武侠修正剧作 且听大兵为您演艺 邪风曲 邪风曲 第174回 话说 那碧灵儿一见水秀时 九阴之体掉头就走 刚出得青莲雅筑 就看到立峰站在街角的小巷子里边 正朝着这边挤眉弄眼的 碧灵儿连忙笑嘻嘻的凑了过去 低声说道 兄弟 你来了 那几个小家伙 可还在青莲雅筑里边 听美女唱曲呢 你可以安排人手 盯死他们咯 丽峰待了一下 很古怪的看看碧灵儿 美女 大哥 不是我说 怎么今儿见了美女 却不见你拥美而回呀 碧灵儿 撇了下鼻子 愣笑道 那也要有命享受才是 一个九阴之体的女子 注定一辈子多灾多难 大哥 我可不想在他身上招惹太多麻烦 七百年前 也就是为了一女子 大哥我差点没魂飞魄散了 此番可不想重蹈覆辙 女人嘛 天下哪儿没有啊 我何须冒险呢 丽峰眨巴了一下眼睛 绞尽脑汁的回响 一元宗典籍内对九阴之体的记载 低声说了一句 九阴之体 可是用来陷害人的好货色呀 大哥倒也聪明 这种女子可不能招惹 不过 大哥 如果有一柄神兵利器放在面前 自己却不敢使用他 因为他爱主 那么大哥是否就这么放弃呢 比灵儿沉思起来 他慢慢的露出了笑容 一手拍在立峰的肩膀上 妙哉 这种自己用不了的东西 怎么也不能放在人家手上 我们拿来对付别人 总比日后别人拿去给自己办事的好啊 那女子倒真是绝世游 我见游怜哪 两个人相视音效 立峰说道 那还请大哥投钱带路 小弟跟随大哥一起进去 看看这九阴之体的女子 到底是如何的美丽动人 也好看看那方梁李善等人 到底是什么模样 应天府内锦衣卫杀了不知道多少官员 小弟却从来没露过面 他们倒是不认识小弟这张脸蛋 这倒也方便了 比灵儿点头 正要带立峰往青林雅筑里边走 立峰身后那个小巷子里 一间小小的饭铺 突然间在一声怒吼中 全部塌了下来 就看小猫举着一张长凳 翻翻滚滚的 就打了出来 嘴里边疯狂的怒骂着 你们这群狗娘养的混蛋 拿什么破东西 给你家虎爷吃 虎爷要吃肉 你怎么能 给我整治了一堆火辣辣的东西 给虎爷 虎爷我逼了你们 立峰和毕灵儿 同时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天哪 怎么忘了这茬了 小猫吃无惯这四川的辣椒啊 轰的一声巨响 小巷另外一边的墙壁 也倒塌了一大截下去 顿时四周是一通的惊叫 站在青莲雅筑的门口 李峰随手掏出了匕首 刷刷几下的就把自己 额下的胡须剔了个金光 重新恢复了年轻俊美的那张 邪义的面孔 我呸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可损伤 我父母还不知道我是谁呢 我理他那么多干嘛 小猫啊 来把你这头发也弄烂一点啊 弄几根头发 哎对 放到自己面前 赏得别人把你这脸蛋给认清楚了 李峰也有自己的打算 剃了胡须 起码他面容就变了一大截 不是熟悉他的人呢 就不可能一眼认出来 就更别说这方良理善 这些从来没打过交道的官员了 小猫在应天府呢 从来都是穿着全套的铠甲 除了身材格外的惹人注目 他的脸型也不会被认出来 因为方良理善二人 并没有机会和小猫碰面 很难认出小猫来 就算他们认出来又能怎么样 在仲仙的迷魂大法之下 他们还是得乖乖的交代出 朱远文的下落 现在不过是用他们做幌子 拿来勾的某些人物吧 没必要 打草惊蛇就是 真的认出来 那就只有是现场抓捕了 B02已经是摩拳擦掌的 冲进了青莲雅柱 在老板以及电小二那古怪的眼神中 大大咧咧的走上了二楼 笑嘻嘻的叫嚷起来 笑儿姑娘 公子我出去了一阵子 还想着姑娘 所以又回来了 还带了几个兄弟过来 你好好唱几支曲子 给我这兄弟听 重重有赏啊 你可不要小看我这兄弟 他家主人可是富贵的了不得呀 白大公子的脸色阴沉下来 他站起来沉声喝道 这位朋友 你似乎过分了吧 虽然感激B02扯下了水袖的蒙面纱金 让自己欣赏到那绝色的面容 可是不管怎么着 他必须维护自己在水袖心目当中的形象 如果任由B02调戏水袖 而自己不做出任何表现的话 以后他白的公子 还有脸面来青莲雅柱听曲子吗 立峰摇摇晃晃的跟着走了进来 然后一眼就看到了白的公子 小猫却是在立峰的身后 大声的嚎了一嗓子 什么曲子 没意思 质质乌乌的讨厌 还是上次听那十八摩有点味道 小娘们给虎爷我唱个十八摩听听 轰大一声 二楼顿时就炸了窝了 那些个绅士秀才纷纷对着小猫破口大骂 纷纷指责她有辱斯文 尤其败坏了秀姑娘的名声 该打该死 小猫呆呆的看了看四周群情激勇的人 有点委屈的嘟囔了一声 我跟着招数他们出去喝酒 听的就是这曲子 听起来还不错呀 为什么不能唱 斯文 疯子 什么是斯文的 那白大公子已经是一掌朝着小猫的脸扇了过来 嘴里大声呵斥道 虎齿 该打 小猫一耳光就回了回去 娘的 除了疯子 还怎么没人敢打火炎呢 白大公子结结实实的 一耳光抽在了小猫的脸上 小猫脸皮皱都没皱一下 小猫的巴掌也轻轻脆脆的在白大公子的脸上亲热了一下 顿时白大公子一声惨嚎 整个身体被打飞了七八丈 重重的砸在了一根糖柱子上 等他好容易爬起来的时候啊 半边脸蛋子已经肿得像馒头一样了 整个人晕头转向的 盘跚了几步 又一脑袋栽倒在地上 再也没有方才那优雅从容的气度 几个白地门的高手怒斥一声 拔出长剑 朝着小猫飞了过来 风声嚣嚣 这些人呢 见尖上都有一寸许长的近盲闪动 可见他们的功力也是不弱了 奈何呀 他们碰到的是小猫这个怪物 庞大的身躯朝前一个虎扑 长剑正正的就刺中了他的身体 几声脆响 那些长剑都被折断掉落在地上 顿时整个二楼一阵的寂静 这还是血肉之躯吗 小猫得意的吹嘘起来 面前的乱发一阵的飘抖 一拳王不但 就你们这种拖子都打不死的力气 还敢和虎爷我比划 来几个带气的 虎爷我非折腾死都不可 他晃动了一下 还挽大小的拳头 不怀好意的朝着四周的人看了眼 看得打斗了起来 方梁李善他们哪敢多逗留啊 这肯定会招惹地方的官府上门 他们还不快溜 那真就是白痴了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敢朝 立峰和小猫看上眼 就这么偷偷的溜下了楼去 立峰一直可注意他们动眼 看到几个人走了 微微的比划一个手势 顿时身后几个仅一位高手 很隐蔽的跟了上去 立峰这才慢悠悠的说 不想死的给我滚 你们哪一个个都是殷实人家 没必要绞进我们江湖人的浑水里 给我滚啊 不然杀人了 还有你们身为士林士子 不用心钻研圣人之术 治国之道 却在这流连美女艳词 一群狗屁不如的东西 给我滚 要是我去成都都学那儿 告你们一撞 你们这辈子就不要再想什么 功名富贵 都给我滚 大意凛然 或者说是匪气冲天的 把二楼所有的客人都威吓走之后 立峰慢吞吞的走到了水袖的面前 微微的歪着脑袋 打亮了一下水袖 冷笑道 可然是倾国祸水 留在这世上也是个祸害 不知道要多少人家 要为你家破人亡 多少痴情秀事 要为你混断心伤啊 这时候那白的公子 很艰难的爬了起来 立声喝道 不许动他 你敢动秀姑娘一根头发 我白底门上下 和你没完 立峰喃喃自语 白底门 白底门 多熟悉的名字 真是太熟悉了 白的公子 你还记得我吗 今天我就动他了 你能把我怎么着 说完 立峰轻挑的在水袖的脸上摸了一把 一直还能保持镇定的水袖 终于按捺不住心里的恐慌 尸声尖叫起来 他身后的三个丫鬟冲了上来 浑身哆嗦着 拦在了立峰的身前 白大公子尖叫着 是你 是你这个小无赖 你 你 你 白的公子气傻 几年前 在苏州府就是立峰和谷苍月 玩了一手绝活 结果把白底门派出去的好手 干掉了一大半 最后白底门身上还是背了一份海捕文术 情况好不难受 现在又看到立峰神气活现 浑身紧袍 持名贵玉佩 配着一看就不是反品的长剑 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这白的公子 还有不气脑的吗 他咬着牙 指着立峰发痕 你敢动秀姑娘的话 我白底门一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这里是成都 不是苏州府 你在苏州可以勾结官府 对付我们白底门 在成都 关面上 可是我们白底门的天下 立峰的眼珠子转悠了几圈 音笑起来 如此 我本来不想动这位姑娘 可是现在还就想动动她了 小猫啊 把她给我带走 这三个丫鬟呢 也带走 我看看白大公子 是如何不放过我的 我看看白大公子 是如何让我死无葬身之地 白大公子 我可记住你的话了啊 记住了 你不会放过我的 走 小猫上去一巴掌就抽晕了 那三个拦路的丫鬟 然后一拳头打在水袖的小腹上 把水袖打得也翻起了白眼 随后 仿佛夹草包一样 一只胳膊夹两个 就这么带着四个女人下了楼 碧玲儿摇头叹息 哎哟 果然是牛角母的 来人哪 把那四间乐器收好了也带走 放在这儿也是浪费了 不如带走的好啊 怜香七月 你和一头老虎说 让她对人类的美女怜香七月 那可能吗呢 青莲亚洲的老板 一个很富泰的中年人 唯唯诺诺的站在了二楼的楼梯口 忙不迭的朝着李峰时 打工作医的 一对眼睛可怜巴巴的 看向了李峰 架在胳膊下边的水袖 等四个美女 李峰哈哈大笑起来 指了四女一下笑道 这是你撑场柱子摇钱树吧 舍不得 那老板尴尬的笑着 却不敢多说什么 他身后的六个锦衣位大汉 可是已经露出了满脸的杀气了 李峰冷笑了一声 随手从怀里边虚抓了一把 从乾坤袋里边掏出了三颗 鸡蛋大的红宝石 随手扔在地上 这是给他们四个熟身的 以后啊 他们就是我的人了 看好了啊 极品的红宝石 没有一点杂质 你靠他们四个 一辈子也赚不上 这宝石的一颗 随手推开了 那又突然露出了笑容的老板 李峰 缓步下了楼去 嘴里边哼了一声 便宜你了 这要是在 我带走一个女人 会给钱 要不是身上有事 不想招惹麻烦 我连你这娄子都充公了 毕灵儿大笑着和李峰走了个病金 兄弟 可真有你的啊 光天化日之下 劫掠民女 这种事情 你可做得出来啊 李峰拍了拍袖口 不过是民女罢了 又不是梁家妇女 有什么劫掠不劫掠的 这女子 整日里抛头露面的卖唱 背后里还不知道 有多少污秽的买卖 哎呀 我也算是救她脱离苦海 不过这女子倒是真的迷人 稍微调教一番 日后倒是可以派上大用程 说笑间 他们已经到了清林雅住的门口 然后他们就看到门口的大街上 一个行人都没有 就连那些小摊贩都已经不知道去向 地上干干净净 甚至一片止血都没流下 李峰等人皱起了眉头 慢慢的走到了大街上 顿时发现 前后各有八个面容肃穆 浑身冷气 习人的中年人 缓缓的逼了过来 比灵儿笑了一声 怎么着 你们还想打劫公子我 李峰冷哼着 微微的卷起了衣袖 嘴里边低声说 好 果然是好啊 白帝们果然是好 威风 好煞气 好场面 他们在成都居然可以倾街来杀人 果然是地头蛇呀 佩服 佩服啊 成都的地方官就这条罪名 就该死 顿了顿 他又诡秘的朝着比灵儿笑了笑 低声道 不过 不过 这也好 四川富庶啊 地方官的游说可是不错 这秋风可是有的打 比灵儿可搞不懂这些东西 他兴奋的卷起了袖子 摩拳擦掌的说道 兄弟 前面这八个 可就让哥哥去教训他们 武林人的手段 哥哥我从来没试过 这几天 倒也和你们学了几招剑法 刚好上去试试 也不等利封搭话 比灵儿随手从袖子里边 抽出了一柄 四尺长蓝光描绕的软剑 欢呼一声 身体离地三寸 就那么笔直的飘飞了过去 利封一见比灵儿 那惨不忍睹的出场动作 差点看不下去了 这身法 绝对是新天级高手 可是他拿剑的方式 简直就比最下流的毛贼 强不了多少 那软剑在他手上一阵晃悠 反弹回来 就把自己身上划了几下 尤其那他的袖子 虽然是长口的 但是也不可能装下四尺长剑吧 他这玩的也太过火了 比灵儿呢 他上去的快 可是退的更快 他一剑劈出 空气里顿时炸响了一声惊雷 一道仗许长的蓝色剑光 仿佛雷霆一样 朝着八个中年人劈了过去 八个中年人心里一惊 极快无比的站住了八卦方位 三尺轻风出窍 顿时一道道清光 在空中盘旋脚煞 就看得满天的布条飞舞 嘶嘶声不绝语耳 比灵儿已经是气恼的吼叫了几声 狼狈的飞射回来 立风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四个悬空岛的门人 却是气急败坏的 朝着八个中年人就飞扑了过去 比灵儿此刻看起来 简直比街上的乞丐好不到哪去 衣服全身粉碎 金白如玉的皮肤上 到处都是一丝丝浅浅的血痕 要不是他已经是 原因初节的修道高手 早就分尸成上百块了 比灵儿有点发呆的 看着自己身上的伤势 哆嗦着 用手指头扶摸了一下 自己身上那一道道的血痕 脸蛋是渐渐的发青发紫 渐渐的扭曲起来 猛然间他疯狂的嚎叫了一声 你们这群废物 你们也敢伤公子我 游轩 在悬空倒几百年了 还没人敢对我 在悬空倒几百年了 还没人敢对公子我动手 他笔直的伸出了一掌 简简单单的一掌 朝着八个中年人就披露过去 无法形容这一掌的威力 立峰就看到一圈圈青色的波纹 从毕灵儿的手掌散发出去 他的手掌似乎膨胀到了一座小山的大小 一道道透明的波纹 朝着那八个中年人扑了过去 八具尸体在空中僵直了一下 然后毫无征兆的炸裂开来 血雾从浑身的每一个毛孔喷出 喷出了三十元后 身体也就变成了肉末 混杂着体内残余的血液喷洒出来 三掌方圆的界面 被覆盖上了半寸厚的血浆 情景是毫不欺利啊 毕灵儿一掌激出 嘴里发出了几声 阴森的凝笑 白帝门 我要你 鸡犬不留 听月光 谁在唱 写风去 不能忘 这心底 的悲凉 有多痛 有多伤 有多伤 正邪 谁人能定 善恶 任内评说 血红作品 百万点击 武侠修正剧作 且听大兵为您演艺 协风曲 协风曲第175回 话说碧灵儿那一手 惨不忍睹的武林手段 让他颜面尽失 他转身就要去涂了白地门 丽风一手就拉住碧灵儿 低声说道 大哥 大事要紧啊 可千万不能耽误了正事 你要是用法力灭了白地门 岂不是告诉峨眉山上的人 说我们到了吗 尤其这四川地界上 可不仅仅是峨眉一个门派 清城可也在四川呢 碧灵儿浑身哆嗦着 气急的一脚跺在地上 他宁晓道 风雨雷电 你们四个还在干啥吗 杀了他们 白地门 等大事了了 我要他整个门派死的 要多惨就有多惨 那白地公子是不是 我要生生的咽了他 把他送进宫里 做太监 最好 最好他还有个姐姐 我非要把他姐姐玩的死去活来 立峰打着哈哈敷衍着碧灵儿 有啊 还有啊 那白地公子有个妹妹 叫做白灵芯 长得还挺漂亮的 突然看到碧灵儿那正宁的表情 立峰飙的心里有点忐忑 我这算不算是为虎作娼啊 这可是造孽 强奸 清楼的姑娘没事 可是强奸着好好的白灵芯 管他的 我立峰伤天害理的事做多了 多这一件 有什么呢 天下哪里有这么多的烦恼啊 那些南伐的时候被我率军杀死的士兵 他们有父母吧 要是个个诅咒我 我立峰都要于心不忍的话 我还活不活了 想到这儿 立峰立刻就心平气和起来 白灵芯也算是敌人呢 何必替敌人担心呢 却听那碧灵儿音笑起来 好 白灵芯是不是 我要吸尽他的真元 然后把他三魂六魄都祭练成法宝 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立峰无奈的笑了笑 碧灵儿得意洋洋的狂笑起来 什么白地蛮 敢和公司我较量 迟早你们后悔 兄弟 我在青阳宫租了三个偏远 地方倒也清江 勉强可以住下几个人 还有你兄弟立伙 就住我那个院子吧 立峰点点头 满脸笑容 青阳宫嘛 好 就住那儿 张龙 一个锦衣卫大汉 连忙凑了过来 恭敬的问道 大人 什么事 立峰指了一下 小猫腋下的四个女子说道 你们在青阳宫附近 包几座客栈 就住在里边 那 这四个姑娘 归你们看押 可给我记住了啊 要女人的话 自己去青楼里边找 这四个女子 尤其是水秀 谁敢动她 我就要她的小命 张龙联盟硬诺过 从小猫手上 接过了水秀四女 呼啸一声 朝着青阳宫的方向 快步行了过去 他们可是锦衣卫 在进成都之前 已经把成都的地图 都给背熟了 要找青阳宫 这么大的地方 可实在是容易的很 再说青林雅筑内 白大公子 在几个随从的搀扶下 缓缓的走了出来 突然看到了门下高手 惨死当场的模样 不由得眉毛倒数 眼里透出了 疼疼的杀气 立峰朝着他们 比划了一个 极其粗鲁下流的首饰 阴笑着说 白大公子 你有本事 就来找我的麻烦呢 我可告诉你 那水秀 我今天晚上 可就要动它了 不仅要动 而且是要大动而特动 动得不亦乐乎 等我动完了 我下边还有几百号 兄弟都要动它 你的动作 可得快点啊 白大公子尖叫一声 你 你等着 说完 他挣开了随从的搀扶 匆匆的 从大街的另外一端跑了 立峰低声低过了一句 成都 可是峨眉剑派的地盘吧 修道之人 可是要下山历练的 最好啊 最好他们峨眉派 就有这历练的弟子 在城内 那可真是方便到极点了 立峰撇了撇嘴 骂了一声 这白的公子 看起来外表光鲜 实际上可是个草包 居然看不出来 我是在故意的激怒他吗 白帝们有这么一哨门主 实在是幸运到了极点了 比灵儿多意洋洋的吹嘘起来 这话可要看怎么说了 像哥哥我这么英明神武 这世上可太少了 这白的公子啊 就是一二世祖 仗着他父亲的名头混饭吃 哪是咱们兄弟的对手啊 立峰谄媚的笑着 而四个悬空倒的门 他脸上都有点赫然 这二世祖的称号嘛 似乎这比灵儿 比白的公子更合适一点 经过了方才小猫 大闹了一通的小巷 几个捕头正在惊讶的 盘问着饭铺老板 你没弄错吧 一个呀 一个人拆了十几间店铺 弄塌了一条小巷 你们都没弄错 真的是一个人 他有一丈多高 我呸 你们还当是庙里的 金刚塑像跑出来 是不是都喝酒喝糊涂了 一群寡人 立峰咔嗖了一声 快步的走过了这条小巷 比灵儿撇撇嘴 看了看那已经变成了 废墟的小巷 也诗诗然的 顺着大街走了过去 四个悬空倒弟子 几眉弄眼的互相看了看 低声说道 那立虎 如果日后可以去仙界 铁定是看守天门的 天王最佳的人选 夜色江临的时候 比灵儿去成都的长门口 迎接乘坐马车 慢吞吞的过来的 乌鸦老祖等人 一共是279名海外散修 他们到了成都 他们每一个都拥有 极其高深的法力 或者是威力强大的 奇门法宝 为了争夺一块属于 自己的洞天福地 他们可是一点都不保留的 精锐尽出 这一群人静悄悄的坐在马车里 就这么悄然的到了青阳宫 地位最高的乌鸦老祖 陆灵子等人 自然是住进了青阳宫 那安静清洁的偏院内 丹青生非仙子等数位散仙 也住在里边 而其他的人 自然只有和锦衣卫的那些大汉 一起几客栈了 幸好立风银子多 选的都是最好的客栈 住起来倒也不是太难受 至于立风自己呢 已经是带着小猫 直接摸进了成都府衙 院子里边的护卫 根本就察觉不到 立风和小猫的行迹 被他们轻轻松松的摸到了 布正司大人的书房外边 然后立风毫不客气的 直接是推门而入 那四川布正司 正在油灯下皱着眉头 看一封信函 嘴里边低声的叹息着 突然听到房门开的声音 他也不抬头 就低声呵斥了一声 不是叫你们不要打扰老爷我吗 怎么又 你们是什么人 进来干什么 来 他刚喊出一个字 那小猫就毫不客气的 把两根手指头 就直接伸进了他嘴里 粗大的手指头 直接堵住了他的嘴巴 让他再也叫上不出来了 小猫嗡声嗡气的说 你敢叫 你叫叫试试 虎爷我这俩手指头一划了 就把你这下巴给拧下来 你试试 你叫一声试 你叫 说完 小猫的手指头 还真的用上了一点力气 顿时 布正司大人 面色惨白的 他的嘴角 都流下了一丝鲜血了 立峰笑吟吟的 关上了房门 一手打开了小猫的手臂 小猫啊 不得无理 胡大人 失礼了 突兀造坊 实在是有不得已的事情 请放心 我们不是歹人 不会做什么 威胁到你的事情 所以啊 也不用招呼 外边的护卫了 那胡大人 看了看立峰 立峰满脸的笑容 面容俊朗 双眼炯炯有神 不像是坏人 小猫虽然凶恶了一些 但是容貌端正 身上糊糊有大将之威 也不像是恶人 他不由得喘息了一声 抱着自己的下巴 稍微活动了一下 这才镇定了心神问道 两位是什么人 来此有何贵干 胡某人为官清廉 可没有银两 资助二位 找了张椅子坐下 翘起了二郎腿 歪着脑袋 看着这个面容 还不错的胡大人 哦 我叫立峰 乃是锦衣卫大统领 朝廷的威武侯 另外还挂了个 大将军的虚弦 大人不要害怕 我虽然是大将军 可不是领兵的 如今这朝廷里边 大将军可是太多了 我身后这位立虎 他才是正儿八经 手下有军队的大将军 这胡大人的嗓子里边 哥儿搂一声怪响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惨声叫嚷起来 只一位大统领啊 天呐 我胡官仁 可可可没有和逆贼朱允文 有任何联系 大人 大人你要详查呀 我 我真的没和他们有任何的勾结呀 这四川一径 可是绝对效忠陛下呀 他的身体筛糠一般的哆嗦起来 眼里边透出了绝望的光芒 李峰呆了一下 他突然笑起来 胡大人 胡大人 你误会了啊 我这次来呢 可不是找你麻烦的 我这次呢 是奉陛下的秘旨 来四川办事 需要大人你的协助 所以呢 但是大白天的吧 又不好公然求见 所以只能是晚上摸进来 快快请起啊 李某真不是找你麻烦 不用害怕 听得利风的这一番话 这布正思胡大人 堂堂一省之手 这才哆嗦着从地上爬起来 小猫鼻子抽了一下 很稀罕的说道 你这怎么有茅房的味道啊 老头 你裤装怎么是了 那胡大人的脸色变得通红 李峰则是浑然装作 没看见一半 胡大人呢 这次来呢 乃是奉了陛下的秘旨 追捕几位应天府的逃犯 虽然官位不高 但是涉及的秘密却太多 陛下下了令狱 一定要把他们给抓回应天受审 胡大人点头哈腰的缠笑着 大人说的是 大人说的是 这种奸余之臣 就应该好好地惩治一番 下官这就调集兵马 全程打掃 李峰摆了摆手 脸上露出了古怪的神色 这也不用啊 打草惊蛇反而不美 他们这番出京 乃是要和某位逆贼会合 我们还等着从他们身上 带出那个逆贼来 所以啊 现在还不能动他们 你只要把城墙上的哨兵 增加三倍 四门的城门军增加一倍 城里的大街小巷的那些捕头 差一多派一半人少就够了 啊 李峰指着他的脸说道 记住了 你可以随便找个什么理由 就叫成都府的知府这么做 但是绝对不能透露出来消息 否则你的脑袋可就 啊 胡大人的脖子一缩 连忙殷勤地说 大人放心 大人放心 下官万万不敢泄露大人所说的秘密 这成都 下官一定把他守得像铁桶一样 一只苍蝇都别想从这逃出去 李峰站了起来 淡淡地说道 如此甚好啊 可以给你透个底子 我们要抓的人是朱允文 也就是三年前谋权皇位 三年后被禁难之师 赶下宝座的皇帝 你做好你的事情 如果跑了 你就等着全家一起咔嚓吧 扑通一声 这胡大人又吓得坐倒在地上 他嘴皮子乱哆嗦 心里边狂喊着 天呐 那那那那该死的朱允文 中原这么大 你上哪不好 非要跑来成都干什么 这 这是闭门家宗座 火从天上来呀 我胡某人为官青年 就这番静难之一时 受了点好处罢了 老天呐 你何苦如许地折腾小人呐 李峰黑黑地笑了起来 感觉很有趣的看着这位 吓得魂飞天外的胡大人 摇头叹息道 罢了 就看你这胆子 做到不正思 也就是个头了 放心吧 你守好城墙和城门 其他任何事就和你无关了 如果我们顺利地抓到朱允文 还要给胡大人 你系上一大功 你怕什么呢 对了 抛开这朱允文的事啊 你们成都府有一个叫做白地门的江湖匪巢吧 胡大人下意识地回答道 大人 那白地门的总堂在白地城 可是他们势力最大的地方 倒还是在成都府内 府衙内的捕块 捕头 有一半 要么是他们的弟子 要么是他们的朋友同道 大人 你问这个干什么 李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皱起了眉头 这样啊 岂不是他们可以用官方的人来难为我吗 偏偏我又不能太早的亮出身份来 嗯 胡大人呢 这么着吧 明天呢 你就起草几份海捕公文 把那些和白地门有关的捕块 全部给我派出去 让他们去西北 陕西 去抓捕逃跑了的江湖大道 你就胡走几个人的容貌特征出来 让他们尽快的赶去陕西府就是了 他冷笑道 你只要把海捕公文发出去 你的事情就算是结案了 其他的 不管成都城内发生任何事情 你就全当没看着 明白吗 胡大人连忙的点头 是 是 是 下官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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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胡大人清楚 这白地门 这下子可算是倒头了 他不由得有点心疼 每年收取的白地门的孝敬银子来 不过和白地门比较起来 银子虽然可爱 但是锦衣卫更加恐怖 他可不敢为了一个 没有任何感情的白地门 去触怒立丰这位锦衣卫大统领 仿佛两条鬼魅一样 立丰小猫又略出了不正私符 不过 小猫在经过院子的时候 顺手就把那不正私符里边 用来勘业的大黄狗 一手拧断了脖子 夹在了叶下 嘴里边还轻轻的嘟囔着 肉啊 肉啊 这条大黄狗起码可有三十斤的鲸肉 肉 肉 他的眼睛在黑夜里边透出了 是那种老虎看到血肉时的那种灿烂的绿光 一风才懒得理会小猫的动作 出了不正私符之后 他缓缓的在人流汹涌的大街上 缓步的走起来 这成都城 果然是富庶啊 虽然元朝之时 整个四川杀的到最后凑不出一万五千户 可是现在你看 似乎元气已经完全恢复了嘛 朱允文这小子治理天下的本事还不错 比起他那死鬼爷爷可厉害得多 也许比我们主子还要厉害 可惜啊 他就是不会打仗 你说说 哎呀 四川人多 地平 民间富 倒是一个建立坛口的好地 难怪人家白地门在天南一带是威名赫赫 号称天下最强的三大帮派之一 用银子堆出来的门户 自然是那些穷鬼武林高手都来投靠我 立峰慢声的问小猫 小猫啊 你说咱在这四川设立一弹口 你感觉怎么样 小猫屁颠屁颠的 扶着那头大黄狗粗壮的后腿 笑得连牙都露出来了 听到立峰的问话 他随口答道 你想怎么办 就怎么办 这里人还真不错 赵老大说 看一个寺主的人有没有钱 看他们养的狗就知道了 这成都城的狗 每顿饭都有肉吃 所以比燕青城和应天府的狗都壮士多了 好地方啊 好地方啊 抿了抿嘴 立峰彻底的对小猫绝望了 算了 这家伙除了吃饭睡觉 也就只有打架这一个长处了 要一头老虎学会人间的诡异狡诈 本来就不现实 明龙会已经被陛下知道他的存在 明龙会是不会派到成都了 这黄龙门嘛 倒是隐秘的很 在王府所有人当中 也就义父一个人知道 其他的人都被他杀了 可是黄龙门要留在自己身边办事 可不能随便派出来 可要找一个能够让我放心的人呢 在这成都设立一个秘密的堂口才是 现在黄龙门的弟子 九成的人把我当神仙一样供奉 忠诚度那是绝够了 可是脑筋灵活会办事的 还真没一个 这世道读书人的脑子都读傻了 哪会有什么人才呀 朝廷里边那群大学士 那也是群废物 否则我倒是可以用点手段 去收拢几个有用的人 喃喃的抱怨了几句 突然旁边伸出了一只黑黑的 枯干的手 上边还布满着老年般 一个沙哑的声音 一个沙哑的声音 装出了一副神秘的语气说道 这位施主 你的印堂发黑 一道红光直冲眉梢 最近可是有血光之灾呀 听月光谁在唱 写风去不能忘 这心底的悲凉 有多痛 有多痛 有多伤 天下就正胜了 不得到来 这しま not ными无敌 这珍疙 听月光 twist 有多痛 同一只 很多风 就能忘 啊 协风曲第176回 话说丽丰和小猫 两个人刚从四川布正斯的府内出来 横刺里边出来一老头 神秘的朝着丽丰说道 这位施主啊 您的印堂发黑 一道红光是直宠眉梢 最近可是有血光之灾呀 小猫闻得是博人大怒 挥着拳头就要揍人了 丽丰一把拉住了小猫 回过头去仔细的看了看面前的这个 身高八尺 枯瘦的如同竹竿一般 额下的胡须倒是生的不错 一尺长须是根根见肉 凭空里多了几分神仙气息 虽然这人呢瘦得不成样子了 可是他身上的这件青布道袍 却洗得是干干净净的 将洗的鼻挺 左手啊抓着一个铁八卦 右手正拦在丽丰的面前 丽丰沉默了一下 从袖子里边掏出了一定银子 扔在这个看起来是个道士的老人手里 这老道顿时满脸不开心 瞪大着自己的眼睛沉声说道 这位施主 你把我青云真人当做什么人了 莫非我拦住你就是为了这么点银子吗 我青云真人出身昆仑门下 乃是云游四海度化世人的真人 可不是那些为了几两银子 就满口胡言的江湖骗子 说完了这番正气凛然的话 这青云真人就丢下了那顶银子 转身就走 嘴里边轻声叹息着 哎 世间好人难做 想这位施主 眼看得久之大祸临头而不自知 神仙也就直就有猿人的 利丰看了小猫一眼 小猫满脸是讥笑的笑容 这青云真人身上一点猿力的气息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修道之人呢 利丰呢 弯腰捡起银子 笑嘻嘻的追上了两步 道长此言 小生听得实在是心里有些忐忑 还请道长多多指教 这最近小生也感觉着眼皮子乱跳的 莫非真的就会有什么灾祸降临吗 还请道长大展神迹 拨云见日 给小生指点一条大道 那青云真人听得利丰如许谦卑的话 脸上顿时浮现出得意的笑容 他点了点头说 罢了 看在你这么虔诚的份上 道长我就胡乱指点你几句 大庭广众之下可不好说话呀 你看 咱是不是换个地方说呀 点破天机的事 我老到可是要遭天前的 听到的人可是越少越好啊 利丰笑了起来 如此正好 小生在青阳宫租了几间房间 不如咱就去那儿 叫一点素摘淡酒之类 请道长给小生好好地点破一番 如何呀 利丰看着这个满身仙气 不过却稍微有点落魄的青云真人 简直是越看越可爱呀 这种混江湖的骗子 六十多岁年纪了 还没被人打死 想必他嘴皮子上的功夫 可是厉害得很了 青云真人矜持地看了看利丰 终于缓缓地点点头 青阳宫嘛 那是峨眉派的地盘 峨眉和我们昆仑的关系 也不是很好 不过总算是同道 我青云稍微做做 想必他们也不会在意的 利丰心里大喜 脸上却是一阵吃惊的模样 青阳宫的那些道长 可是峨眉派的先人吗 青云真人迟疑了一下 这才啊 呵呵地笑了起来 都是市井之间的传言罢了 其实他们也就和峨眉派 有点关联而已 倒还不是峨眉派的 正式地主 我等修道之人 每日里浪迹天涯 度化世人 这才是我等应该做的事情 他们在繁华的市井 弄出一个庙宇 收取香火 这算是什么修道之人呢 再也不要提这个事情 再也不要提这个事情了 说完 他一脸的凝重模样 仿佛想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一般 立峰也是一脸的沉思 眼珠子转得飞快 也不知道在想着一些什么勾当 只有小猫啊 还是兴致勃勃的 扶摸着那条大黄狗的尸体 不断的巴得着嘴 立峰突然笑了起来 如此善好 真人 这边请 请 青阳宫的道长 居然和峨眉山 有一点点的关联 实在是出乎小声的意料 这可实在是太好了 住在仙人附近 起码也可以沾染些 几分仙气不是 进青阳宫的时候啊 青云真人很谨慎 几乎是躲在小猫的身后 偷偷的猫进了立峰所住的院子 立峰看到他那副德行 更加可以肯定 他就是一江湖骗子 昆仑派在中土道门的地位 可要比峨眉山高上不少 最起码 峨眉山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上古天神大战的时期 这位自以为昆仑派真人的老道士 居然害怕青阳宫的这些香火道士 不是骗子又是什么呢 立峰站在院子口想了想 干脆直接把这青云呢 就带到了丹青生和飞仙子的房间外 他轻轻的敲击了一下房门 低声说道 师傅 徒儿来了 这儿有一位 轮山的仙长说 说立峰我最近几天 会有血光之灾呀 所以特意带他进来 让师傅也看看他 谨慎第一呀 是不是 这立峰干嘛把这青云 带到丹青生和飞仙子这儿来呢 那万一说这青云真人 还真就是一个 连立峰都看不透的高手 怎么办 有丹青生他们在面前 起码多了两个大保镖了 房间内奔涌的气流 突然收敛了起来 丹青生满脸笑意的 拉开了房门 古怪的看了看了 缩头缩脑的这个青云真人 好 昆仑山下来的仙人吧 徒儿 还不快快请进来 真是失礼啊 小猫 你 你 你又偷了 偷了人家的狗啊 这里是道观 丹青生满脸的古怪 怎么说这青阳宫 也算是有名的道观呢 在这里边烤狗肉 实在是亵渎了三清道尊 立峰拍了小猫几下笑道 游得他去吧 大不了到时候 给三清道尊的面向前边 供上一条后腿就是了 清云仙长 里边请 来来来 里边请啊 青云真人 昂然迈步走进了房间 猛一眼就看到了 长发如云的飞仙子 呸呆呆了一下 眼睛里边露出了一丝 好色的光芒 但是立刻就收敛了起来 立峰立刻就放心了 这人可就真正的是江湖骗子 不会是修道之恩 忙乱了一阵 立峰手脚麻利的泡了一壶茶后 四个人分宾主落座 立峰一脸焦急的 问这青云真人 方才真人说 小子今日有血光之灾 可不知道是怎么看出来的 这还有破解的方法吗 还请真人多多指教 只要小生平安无事 定当奉上文银千两 作为酬谢 清云真人文婷吓了一跳 文银千两 这笔钱是多少银子 他连忙把手上的铁八卦 放在了桌子上 从口袋里边掏出了六个金钱 知主不用心急 我看你虽然印堂发黑 又有红气直冲煤烧 这是所谓的血光煞 但是呢 你的眉目之间 又有两道清光缠绕 可见身边有贵人相助 这灾节嘛 道爷并不碍事 他把这大钱捧在了手上 叫李峰吹了一口气在他手上 然后抖动了一下手掌 哗啦一下 把这大钱就撒在了桌子上 飞仙子坐在旁边 看着清云真人 那十分不太搭调的动作 扁的嘴唇 微微的撇了起来 他的手指头 微微抖了那么一下 顿时 桌子上的大钱 噼里啪啦的 胡乱跳动了一阵 全部都是 露出了正面 还在桌子上 刚好就排成了一个圆形 这清云真人 装模作样的 看了半天 那六个大钱 小兮兮的说 此挂象 大凶大鳄 却又是大吉大利 凶中待吉 吉中运凶 所谓 祸兮 祸之所藏 公子可是大户人家出身啊 他的眼光飞快的 在立峰腰间那块 价值万千的玉佩上 溜了那么一眼 立峰呆了 脸上露出了一丝 古怪的笑容 但是他连连点头着说 真人说的真是 立峰家里还小有田产 虽不说是富甲天下 但是起码吃喝用度 是不用愁了 每年嘛 小生自己 也有个万两银子进账 就是了 清云真人叹息起来 连连摇头说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施主 你要是锦衣玉食 身陷纸粉从堆 所谓 福分到了最甚处 可就要 转为灾祸了 施主前半生 一生太平 是没吃过什么苦头 但也正是因为此处 施主一旦遇到少许的挫折 便是破家轻身之祸 一切都是因为享受的太多了 他很神奇的摸了摸自己的胡须 李峰脸上笑着 心里边却狂骂不已 我李峰自幼锦衣食 你这老王吧 你这是当着和尚骂秃驴啊 我自幼在苏州府街头吃剩饭 穿垃圾才是真的 不过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恐怕还真给你蒙住了 想了想 李峰抽出了一张大鹅的银票 塞进了青云真人的袖子 他很技巧的 让青云真人 看到了银票上的数字 两千两 那青云顿时是笑颜如花 笑得灿烂无比 施主这血光之灾呀 可是极重 不过呢 施主就身边 可是有贵人潜藏 这可就不是问题了 他夹着手指头算了一阵 青云真人眼前一亮 朝着丹青生笑道 原来贵人就在当前呢 丹青生咳嗽了一声 非仙子的嘴 更是撇到天上去了 青云真人连连赞叹道 这位施主 骨骼清奇 面容俊伪 面相刚正宏大 上辈子乃是基辅之人 此生肯定是博学的鸿汝啊 丹青生的脸蛋 吞一下就红了 他有点想要出手杀人的程度 他虽然脖子上边 插着一支画笔 问题是 那是他用来杀人的法宝啊 他可是不会画画 更别说写字了 要说读书 道书倒是读了不少 可是真正的诗词歌赋 他才真的是一窍不通 他在心里边嘀咕着 这家伙莫非是在故意讽刺我不成啊 要不是不知道 立封肚子里边打的什么主意 我现在可就一掌把你拍碎了 深知丹青生底细的飞仙子 看了眼丹青生 脸上的笑话都快放不下了 就要从嗓眼里边冲出来了 立封咳嗽了一声 恭敬地问道 那还请真人指点 不知道此番血光之灾 可要怎么化解呢 我这位师傅 可是四书五经样样精通 道藏丹书 那都翻阅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他可真正的是一个宝学的道德知识 我能碰到这样的师傅 哎呀真的是幸运 立封在心里边骂 你这老不死的 听到我在门口叫师傅 又看着他脖领子上那只画笔 就以为他是读书人 不是你就没注意到 他那画笔上连一滴墨汁都没粘过吗 实在是老眼昏花的老王八 不过这嘴皮子还挺会说话的 用来骗人正是正得其用 不过倒是要防备的卷款潜逃啊 用什么主意来控制他呢 门哗啦一声被推开了 小猫兴冲冲的走了进来 油腻腻的手上还捧着一条烧烤好的大狗 他兴奋的说 疯子 两个老师傅 吃肉啊 好香的狗肉 刚才吃了一块 烤的不错 他朝立封扬两手上的肉 似乎要问立封要不要吃 丹青生 非仙子的脸色很是微妙 不管怎么说 他们都是修道之人 这里呢 又是道观 供奉道祖老子的地方 小猫在这儿大吃狗肉 说出去实在是有辱斯文 立封啊笑呵呵的说 小猫啊 我不饿 别吃太多了啊 等一下呢 咱还得出去吃夜宵呢 等这青云真人帮我算好了运数 咱可就要出去好好吃一顿了 青云真人 闻了闻空气中的浓郁的烤肉香气 吞了口口水 这才继续说 要说这化解灾难的事情 其实也简单 等一下唠叨我施法 把这位 师父身上的福源 借一部分到施主你的身上 化解你身上的血光煞气 然后嘛 施主只要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 救助九九八十一个真正可怜 衣食无浊的人 让他们吃饱穿暖 顿了顿 他在桌子上的银钱堆里边翻动了一下 这才点头说 然后嘛 从长都开始 往西南在出界三千三百四十五里六丈七尺八寸之地 那儿有一口泉盐 你用那泉水洗干净自己的身体 就可彻底洗去身上的煞气 彻底的化解这一场血光之灾了 尤其 经过此番积福之事 日后公子定然顺风顺水 一辈子富贵发达 再也不会有任何的灾祸疾病啊 丹青生的脑袋扭到了一边 他有点想笑 两千三百四十五里六丈七尺八寸 这也算的太精确了一点吧 小吉是从成都往西南两千多里跌 那已经到了是百越蛮荒之地啊 普通人要是进去了 那铁定就是个死啊 这老道可是借刀杀人不见邪 高明啊 骗了银子也就算了 最后还来一招绝户计 还省得那苦主 日后找他算账 果然是高明到了极点 丽丰坐在那儿呢 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灿烂了 他又掏出了一张大额的银票 上边注明了五千两文银 他塞进了那个老道的手里 丽丰站了起来 朝着丹青生拱手说道 师父 既然如此的话 弟子我已经明白应该如何做了 做法的事嘛 咱明儿再说 弟子啊 现在腹肌了啊 也就和真人呢 先去吃点宵夜什么的 弟子 这就告辞 飞仙子一只手抱着肚子 另外一只手无力的挥舞着 好兔儿 师父今天真的很开心 真的 你 快去吧 师父 我有些肚子痛 你快去吧 快去吧 他的眼眶里边满是笑意 实在是快憋不住了 丽丰笑嘻嘻的带着老道士走了出去 丹青生立刻关上了房门 随手放下了一个静音的法咒 然后两个人同时是相对大笑 咱们再说这丽丰和青云道长 他们二人呢 此时出了飞仙子和丹青生的房间 这个时候院子里边 青阳宫的老道们正在做晚课 念经声是不绝于耳 许泱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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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泱 这让人听着神情为之一阵的道经 再加上那清风熄来 那香火蜡烛的香味 熏得脑袋有点让人昏沉沉的 青云真人呢摸着怀里两张巨额的银票 脚步都是虚幅的 仿佛喝醉了酒 又仿佛是走在云端一般 实实在在的银票抓在手里边 可是他硬是感觉这是虚的 七千两银子 这在大明朝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 大明朝的大臣 一年的俸禄是三千丹 折合成银子也就是两三百两 他可是一跤就摔进了金库里边 七千两啊 够他安安稳稳的过三辈子 讨十个媳妇 再养生一百个金状的 仿佛是野骡子一般的小崽子了 哀的一声 这青云真人呢 在跨过门口的时候啊 差点被绊了一跤 立峰看他那不堪的神情 表得露出了一丝讥笑 随意的问道 道长在这江湖上漂泊 混日子不容易吧 这冤的头 可真正的难得找上几个呀 青云真人突然听得 立峰如此温柔 温和 仿佛春风一般 直接渗入自己心神最深处的问话 彪得仿佛听到了 梦中慈母的关爱言语一般 很老实的叹息了一声 可不是嘛 这年头啊 百姓们倒是太平 可是一个个都狡猾起来了 算个挂吧 哪怕我勤劳到算得不准 他们怎么也要给我几文钱做挂金呢 尤其那些个大户人家 想要接他们都难哪 还没告诉他们的院子 就被那些恶狗给赶了出来 你说 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 在江湖生婚 容易吗我 今天好容易碰着个冤大头 白花花的七千两银子 明儿说不定还有礼金筹写 我勤劳到可是一跤就翻进个金卧呀 这辈子可就搂着小美人 吃喝玩乐了 听月光 谁在唱 写风去 不能忘 这心底的悲凉 有多痛 有多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呸 我秦老道哪是道士啊 不过是读了几本道书 用来吓唬凡夫俗子混日子 不过 我老道江湖扒得门斗样样精通 点金花拍闷饼勾引人家红杏出墙 我秦老道什么不会 利丰一巴掌拍在了他的头顶 愣笑道 如此 醒来吧 秦老道一个机灵猛地跳了起来 他尖叫着 老天 我刚才说什么了 我 我 我怎么连这些都 你 你用了什么写法 你 你 你是你 利丰歪着脑袋看了看 这一下子吓得脸色发紫的 秦老道 音声说道 你敢骗大人我 你不要命了不成吗 整个天下敢骗我的人可没几个 七千两银子 赚得容易吧 赚得轻松吧 赚得开心快活吧 他的语气一时间越来越急促和严厉 瞎得秦老道一咕噜就跪在了地上 颤巍巍地把两张银票 不舍地捧了出来 您 大人大量 放过老头我吧 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 我行骗被抓 交出脏银也就是了 大家都是同道 您高抬贵手 就放过老头我吧 像我老头 六十岁的人了 混口饭吃 不容易 这秦老道很是会演戏啊 这演戏的派头不比中心同差 一副很傻很天真的模样 说到伤心处 不由的是鼻涕眼泪 一下子全下来了 哆哆嗦嗦嗦的 仿佛被冷鱼打过的 拔了毛的鞍唇似的 利风冷横了一声 拔了 银子呢 还是你的 我也不打你 我也不杀你 我还要送你一场天大的富贵 但是呢 你的命可就是我的了 你不用害怕 我不会贪图你这老家伙什么东西 你能有什么东西让我贪图呢 你是要钱没钱 要色没色 我贪图你什么 我身边就欠你这么一个能说会道会办事的人 从今儿开始你就跟着我 秦老道一下就冷了 仿佛从地狱被提到了天堂一般 他飞快的 手脚麻利的爬了起来 把那眼泪鼻涕擦了个干净 手上的银票顿时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问道 你 你不打我 不杀我 还送我一场富贵 这银票也是我的 你真的不会害我 立峰皱起了眉头 眼里边射出了两道持续长的紫光 他沉声说道 闭嘴 我要害你的话 动动手指头 一万个你都人头落地 七千两银子算什么 你好好听我的话 跟着我办事 七万两 七十万两 也都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方才不是说要搂着小美人过日子吗 等一下我就帮你找几个最上等的姑娘 让你好好的过一把影 立峰眼里的紫光一闪及时 却已经让秦老道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毕竟是混江湖混了几十年 成了精的老油条 看到立峰眼里的神光 他如果还不知道立峰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 他早该买块豆腐状子了 没错 我秦老道六十多岁了 除了认识几个大字 会胡邹一通挂象之外 我还有什么用啊 卖给人家 人家都懒得要 他能看上我什么 不就是我这张嘴吗 是福不是货 他要杀我 举手之劳 罢了 我勤劳到 今儿就赌了 一条贱命 赌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要是赌中了 说不定 我还真能有天大的好处 想到这儿他把心一横 也不管立峰让他做什么 秦老道咬着牙说道 得嘞 从今儿个起 你就是我秦老道的亲爹 你让我叫你爷爷 我就不会叫你爹 我秦老道混了一辈子 什么狗屁的天理伦常人 一道德都看破了 那些酸秀才说的什么 稚气骨气 都是他娘的狗屁 你给我银子 给我享受 你就是我亲爷爷 只要你给钱 给我女人 我这一百斤不到的身子 就全都卖给你了 立峰看了看他 点头赞许道 你还是一聪明人 我可以告诉你 你赌对了 只要跟着我 为你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你现在六十来岁 是不是 好好的帮我办事 再活三个六十岁 都不是难事 别不信 大人我除了银子 有的是宝贝 随手一翻 立峰那颗紫金打造 上边雕刻了 无数花纹的观音 就在外边 微微的亮了一下 秦老道一下子傻眼了 这便是印章的功夫 他还是很深的 否则他怎么上江湖上 混饭吃啊 锦衣卫大统领 这可是天大的一块金子招牌 他可真正是碰着贵人 他吓得连叫都叫不出来了 只想跪下去 诚心诚意的给立峰刻上 几百个想筒 钱 女人 地位 权力 今儿可就一下全部到手了 他混了一辈子的老混混 把手指伸进了嘴里 狠狠地咬了一口 然后挠着一声惨叫 他看着手指头上淋漓的鲜血 他这才明白 自己没有做梦 而是真正地碰到了 他一辈子都碰不到的好事了 锦衣卫的大统领啊 这种在大明朝的天下可以呼风唤雨 主宰数十万人生死的人就在自己面前呢 李峰低声喝道 跪下 拜师吧 你年龄比我大 但是达者为尊 我代我的师父收你为徒 既然你碰着了我 那就是有缘 尤其你又读过道书 更是比我那些混账徒弟那要好得多了 我今日呢就带我的师尊收你为我的师弟 你叫什么呀 秦老道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朝着李峰磕了八个响头 李峰一点都没牵上 每天给他磕头的人多了去了 他早就习惯着 尤其这八个响头呢 他是带骁龙子接收的 并不算是鱼礼 这秦老道啊 这才有点脸红的低声说道 师兄在上 师弟的名字是 秦首 李峰猛的倒退了一步 秦首 秦首 秦少 谁他娘的会给自己儿子取这么一宝贝名字 还真就是一混账 沉吟了一下李峰说道 罢了罢了 你身穿着道袍 又是用道术的名义骗吃骗喝 你就给我换个名字吧 以后啊 你就叫做秦道 你的道号呢 就是秦道子 你以前那个 那名字就实在不雅 你忘了吧 秦道子恭恭敬敬的 向李峰鞠躬 口中连连应试 李峰也不知道 就是这一次大街上 无意的邂逅 李峰遇到了这辈子 除了小猫之外 另一个对他死心塌地 绝对忠诚 一辈子都没起过任何一心的人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秦道子不过是骗吃骗喝 贪财好色 贪恋酒色 财气不良的混混 随手在秦道子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把他肩膀上挤出灰尘拍打开去 李峰带着他往外边走 一边走 李峰一边传音给他 方才你看着那两个人呢 乃是有大法力大神通的散线 也是师兄我的挂名师父 男的单亲生 女的非仙子 没事的话 别去招惹他们啊 他们收我为记名弟子 为的也就是互相利用 没有任何的感情 我自己的山门 那是一个惊天动地 了不起的门派 现在也没有时间和你说这么多 日后看你的表现 我会把咱们门派里边的一些事 说给你听 我身为锦衣卫大统领 不仅会武力 而且道法也有比较深的修为 这些自然呢 也会一样样的传给你 我代替师尊 收你做徒弟 本应该啊 赐你一些法宝 使用 但是可怜的呢 师兄我自己啊 都是穷得厉害 现在除了一柄非剑 也就只有一枚 不知道用途的金印 这金印呢 又关系重大 不能随意给你 所以啊 你先学习本门心法 日后师兄呢 自然会给你找一些好法宝 给你用 看到秦道子那恭恭敬敬的神态 立峰就知道自己成功了 这种漂泊了一辈子的江湖混混 永远不会用自己的真心对人 他们心里充满的就是互相利用和欺诈 但是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 只要你给他真正的尊重和利益 他就会老老实实的为你笑死利 立峰想要收服他 看重的就是他那可以长出莲花的舌头啊 一元宗的诸位祖师在上 既然你们已经有了立峰子 我这么一个无赖混混做徒弟 想必你们不会反对再多一个神棍晚辈吧 立峰由衷的虔诚的祈祷着 分析一下秦道子的心理 他既然一辈子都在这个算卦骗人 那么他已经是神鬼之士畏惧的 同时又向往到了极点 自己只要领他进入这扇大门 秦道子将会是无比的感激自己 不过现在还是要用金子 银子和女人去控制他呀 立峰无奈的看着秦道子 他正在用手去摸袖子 那里边还有两张银票子 立峰和秦道子走到青阳宫天殿门口的时候 迎面突然走进了几个人 立峰微微的看了一下 面色丝毫不改的直接走了过去 再看刚进来的这几个 打头的张三丰 后边跟着满脸惆怅的朱允文 再后边一点 是五个面白无虚的中年人 立峰心里冷笑 罢了 老天爷一直站在我这边啊 随意的住进青阳宫 居然就能够碰到正点的 找准机会 就算不能抓了朱允文 拿了他人头回去也算是一件功劳啊 就可惜这张三丰居然也在 这可就有点难办了 这张三丰老头可是不能动啊 谁动了他肯定要被天下老百姓骂死 只要能找个机会把他骗走了 不过这武当山下住了三万大军 他居然不回武当山看看吗 他就不害怕我们动手把武当山给血洗了 立峰大摇大摆的走了过去 用那种好奇的目光上下打凌了一下 这神情邋遢背后有一个大驼的张三丰 张三丰呢 看到立峰这么一个俊朗的少年走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面容肃穆 隐隐然先锋道骨的老道 还以为是哪个大户人家进来随喜的公子 倒也没注意 他虽然和立峰曾经啊正面交手过一次 可那时候立峰脸上戴着人皮面具 所以张三丰也认不出来 至于朱隐文呢 更是没有把立峰放在眼里 三年前立峰去给朱元璋奔丧 那时候脸上戴着面具 朱隐文哪会认得呢 尤其朱隐文虽然被赶下了皇位 但是心内深处还是把自己当做了大明朝的皇帝 他又怎么会正眼看下立峰呢 立峰带着秦道子缓缓的走过去的时候 正好听见张三丰在劝说朱隐文 我说朱家小子 你就别再动那些怪念头了 听老疯子的话 老老实实的去海外养老 你争不过你那叔叔 你们家的家产虽然多 但是也要看你能不能有那个性命 把家产夺回来 那海外之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 快乐逍遥 你去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隔着远远的 宁神鱼耳的立峰 还是能听到朱隐文不甘的声音 老神仙 你说的是好意 可是我倒是觉得 以四川为寄托 倒是可以起事 只要老神仙登高一呼 天下一师云吉 加上方良他们带来的银子 可以建起百万大军 四川之地 进可攻退可守 我惧怕什么 立峰才心里暗骂 好一个不知道好歹的朱隐文 你让张三峰登高一呼 帮你召集义军 好 妙 果然是不把人命当回事的好皇帝 张三峰要真的傻乎乎跟你 说站起来叫嚷的话 恐怕第二天武当山整个被夷为平地 数千武当弟子不是人命 这朱家的子孙果然没一个好女 这时候秦道子支支吾吾的有点迟疑的说 师兄 方才过去那几个人 有点骨骂呀 立峰咒了下眉低声问道 什么骨骂呀 你能看出什么了吗 秦道子拍了拍手 有点骄傲的说 虽然我秦老 秦道子 我不学无数 平日里靠的是坑梦拐骗过日子 可是倒也得到过一本 鬼谷子神像的残本 原里边记录的东西呢 乃是包揽天地治理 可是秦道子 我浮缘浅薄 只得到了里边的三页 就凭着这三页残篇 我真心诚意地 给那些达官贵人看相 如果能告诉他们 倒也有好传呢 立峰好奇地问道 哪三页啊 秦道子吹嘘道 第一页 帝王之气 第二页 大忠大勇大智大人之气 这第三嘛 就是大奸大恶之气了 师弟我就只能看出 这三种人的面相 可是如今富贵人家的人呢 一个个保镖护院 不知都舵手 想要跟富贵人家 看相片银子 可就太难了 立峰心里微微一动 指点了一下方才张三丰 他们所在的地方 面带笑容的问道 那你给我说说 刚才过去那七个人中 带头的两个分别什么人呢 秦道子随口说道 那个骑行的老道 虽然邋遢不堪 可是眼神中 灵灵神光 弟子我是望而生畏 尤其他虽是凡人 却龙行虎步 岂该足以震慑天下 此乃真正的游戏人间 华人物外 真正的大智大贤 大忠大勇之人 他头上有三团倾气浮动 如果师弟我没看错的话 他应该是修道之人 而且道行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 他得意的看了看立峰 立峰默默的点头 秦道子顺口说道 那个年轻人嘛 面色柔弱 确实贵不可言呢 慎州有骑行气流环绕 虽然文弱无力 但却是有王霸之气 想必乃是当今的贵胄子弟啊 立峰一手抓住了秦道子笑道 那师兄我呢 你既然会看三种人的面相 却又在大街上 单单就拉住了我 想必是看出点什么了吧 秦道子迟疑了一阵 却看到立峰眼里边 雄光一闪 不由得吓得脱口而出 说道 师兄你 大富大贵倒也不说了 可是师兄 你实在是 笑里藏刀口腹蜜贱之人 师弟初见师兄 就知道师兄是一个宁可天下人死光 不愿自己断一指的大奸大恶之徒 所以才妄言恐吓 因为师兄这般人等 最是担心自己的安危 谁知道师兄你却是同道之人 我区区挂树 倒也是 搬门弄斧了 说完这番话 秦道子额头上一阵的冷汗 他看着立峰 不知道立峰会怎么样收拾自己 谁知道立峰 却是和蔼的笑了起来 掏出了一把宝石 塞进了他的手里 怕了 你倒是敢说实话 看样子 你那三叶残篇呢 倒是有点道理 过一阵子 你拿给我来看看 你想知道 刚才那两个人干什么的吗 秦道子没说话 他点了点头 眼巴巴的看着立峰 立峰凑近了他的耳朵 低声说道 他们呢 那个驼背老人 你认为大明朝的天下 还会有谁啊 他姓张 道号三丰 和活神仙走在一起的人 你认为会是普通人吗 那个年轻人 姓朱 明允文 乃是前朝皇帝 刚刚被当今皇帝赶下台 师兄我是锦衣卫的大统领 自然是一路追杀 追杀到了成都府了 扑通一声 秦道子又被吓得瘫坐在地上 真正的是骨软如泥 爬不起来了 立峰哈哈的笑着 摇头叹息道 我带东西 你害怕什么呢 有什么可害怕的 起来吧 咱们出去好好的吃喝一顿 回去再跟你说些事情 你心里也好有点准备 徒姚到时候慌乱起来丢了师兄我的人 正说着呢 青阳宫大门口处哗啦啦 又冲进来二十几个人 听月光谁在唱 写风去不能忘 这心底的悲凉 有多痛 有多痛 有多伤 有多伤 正写谁人能定 善恶 任内评说 血红作品百万点击 武侠修正剧作 且听大宾为您演绎 邪风曲 邪风曲 第178回 话说 立风和秦道子 于青阳宫巧遇 张三丰与朱允文 随后 大门一开 又涌进来 二十几个人进来 秦道子一见 身体哆嗦了一下 下意识的 就躲到了立风的身后 潜意识里边啊 他还以为是那些 被骗的苦主 找人来打他 这种事情 以前可是发生过很多次 不过 他立刻又反应过来了 立风是谁啊 立风是锦衣卫啊 有立风在 他还躲什么呢 他骗钱 不过是小骗而已 锦衣卫 那是可以明火执掌的抢 有立风这靠山 他还怕什么呢 立风看了一眼 辨认出了 是谁啊 方良和李善 他微微的咳嗽了一声 立风手按在了剑柄上 沉声喝道 你们干什么呢 半夜三更的闯进道观 七行可疑 是其余心可助 这是道观 不是尼古安 你们闯进来 到底是想干什么 方良里上几个逃跑的官员 快步的走了过来 看到立风和钦岛子 不由得一愣 方良喝道 你是何人 他似乎有点印象 这立风啊 就是白天的时候 带着碧灵二一起 去青莲雅筑 把那水袖给抢走的 方良暗地里思索 此人横心霸道 而且似乎武力很高 身边也有几个好手 如果没那个必要啊 还就不要再招惹他 这成都城内 也不知道啊 谁是忠于主子的 要是因为我们闹事 把主子给牵连进去 那可就是万死 都抵不过的罪名 立风却冰冷冷地 扫了一眼十一他们 心声喝道 我们是何人 你们有什么资格盘问呢 你们是官府的人吗 或者你们是锦衣卫啊 我在青阳宫 租住了房间 我是这儿的房客 不是你们这么多人 还带着兵器 就这么贸贸然的冲进来 飞奸即盗啊 肯定不是好人 盗子啊 去成都府报官 抓他们一个 惊扰民间 持谢伤人之罪 秦盗子闻听心中大乐 这不就是给人家脑袋上 扣罪名的事吗 这种事干起来实在是太快活了 以前只有别人给他身上扣罪名的份 他秦盗子可是从来没有陷害过人呢 当下他肥诺了一声 做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 朝着大门口就快步走了过去 李善心里大惊啊 连忙拦住了秦盗子 满口说道 这位盗爷 您不要怕 不要听此人胡说 我贾盗学啊 是正经的善良商人 这些年轻人呢 都是我们商队的护卫 如今兵荒马乱的 路途上有毛贼出没 不携带兵器 怎么可能抵挡土匪呢 这位小兄弟啊 我们进青阳宫 可不是找客人的麻烦 那实在是准备 迟疑了一下 李善转口说道 我们是想问问青阳宫 是否有偏殿可租 我们明日准备烧第一炷香 求神仙保佑我们 红利滚滚啊 李风冷哼了一声 原来如此 你们倒是好人 这也就罢了 如果你们是恶人 我一个折子送出去 就可以让你们进大牢里边蹲着 你们信不信 他的一对眼睛 仿佛刮刀一样 在十一他们的兵器上扫了几眼 突然又皱眉说道 好啊 你们商队护卫 居然用的是军队里边的 制式兵器 果然是好 你们还敢赐予好人 李风急言俐色的喝道 你们知不知道 私自买卖军械 乃是要诛杀九族的死罪 你们居然还敢带着 大明朝制式的雁灵刀 在大街上行走 小爷我可是遵既守法之人 饶不得你们 盗则 快快报告 成都抚押 说有人 思绪军器 图谋不轨 秦盗子很配合的朝着大门口冲了过去 方凌一破散 联盟叫了两个青年人呢 拦住了一身蛮力的秦盗子 方凌自己则是快步的走到了 李风的面前 手伸进怀里边 低声说道 这位兄弟啊 我们实在都是正经的客商 我们护卫用的可不是军队的兵器 这是我们自己找人打造的 绝对不是私构的军器呀 方凌说着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大碟的银票 心乱的就塞进了李风的手里边 可怜巴巴的说 这位兄弟啊 这位兄弟 这是我们一点小意思 您就高抬贵手吧 我们可是正经人 打官司 我们可打不起 尤其天下人所谓锦衣卫 猛如恶虎 要是这风声传到锦衣卫的耳中 可怜我们的九族的亲属 数百人的性命啊 李风心里边冷笑一声 数百人的性命 破了应天之后 秦怀河的尸体起码有两万人 我亲手砍下的大臣脑袋有十几个 你们家数百人的性命算什么呢 他随手翻了银票 看了几眼 却发现全部都是面额一万两的巨额票子 标的面色一下子变得极为灿烂 这怎么好意思呢 其实呢 我一见诸位 就知道诸位是善良的百姓 怎么可能做违法乱七的事呢 拍了一下胸口 李风大包大懒的说 您放心 你们拿的兵器 不就是城东头老赵 那铁匠铺打的鬼头刀吗 大家都是在外奔波的人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诸位啊 这清阳宫院子可能是没有了 但是偏殿可还有好几间空着 实在不行 你们就找个地方 打个地铺 明儿早上的投注箱 一定是你们的 见笑了几声 摸了摸下巴 李风说道 如此可就不耽搁诸位了 清阳宫的道长们 还在大殿内做功课呢 你们去找他们就是了 小子不才 要去勾篮里边 好好的找几位姑娘 一边往外走 他一边还低声说着 碰着这种他妈冤大头 送上门来的银子 不拿白不拿 今儿我要让成都 最红牌的姑娘来陪我 一个才多少钱呢 都来 大爷我 现在也是有钱人了 李风和秦道子 发出了银剑的笑声 勾肩搭背的走了住 方梁李善等人是面面相去 坐声不得 这些朝廷的官 平日里边坐在书房内 书夫惯了 哪会知道什么人情世故 鸡变之道啊 被李风就这么炸了几句 就乖乖的 塞了二十几万两的银票出去 李风不骂他们是冤的头才怪了 方梁无奈的看了一众同伴 苦生低语 啊啦 今日我们算是走了霉运 碰到这种浮夸子弟 不过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赶快找到主子才是啊 幸好我想出了一个烧头炷香的主意 否则我们哪会有机会套进青阳宫啊 李善低声说道 锦商 就装作我们是普通的客人就是了 千万不要落入有心人的眼睛里边 方才那位客人 我看和官面上有些勾当 可万万不要招惹他了 但是他既然也住在青阳宫 那也最好不过 如果官差有人要进来搜查 恐怕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护身符啊 一个满脸如生气息的中年人低声说道 此言极是啊 无关此人贪财好利 斗勇而气狠 典型的建立妄议之徒 但却有富贵气息 深有霸道之气 又借住在这青阳宫 怕不是某武林大门派的公子啊 如果我们能用重金笼络了此人 日后说不得 可以助我等一臂之力 江湖中人 无不见力而动 如果我等以重力有之 以君臣大义动之 此人可用也 新郎入侍者 此大学士当为最甚 中国之酸腐 不明事理不分黑白 唯独以为读了一肚皮的圣人书 就当自己是孔孟在世 祸国殃民 今儿就惹火上身 尽以此般俯儒为罪 明明是锦衣卫的恶狼 偏偏当作是可以训养的狼狗 果然是百无一用 是书生 几个身穿青色道袍 头上顶着红木道观的老道 从正点内走了出来 看了看方良他们一眼 顿了顿 两个手上拎着灵灯的老道 点了点头 镜字走开了 另外三个人手里握着金属 铸造灵符的老道 互相看了一眼 漫步到了方良等人面前 沉生问了一句 各位 是北方来进乡的吗 方良恭恭敬敬的拱手说道 道长有礼了 我等正是应天府来的 传闻青阳宫 贵气缭绕 所以那个满脸赵文 胡须快有两尺长的老道 低声低过离去 你们先住在偏点吧 你们的从人可以先回客栈了 青阳宫住不下这么多人 微微的咳嗽了一声 他有点自负的说道 放心 在青阳宫还没有人敢动手撒泼 方良笑了起来 照命令十一他们回客栈去 青阳宫那原本被利封顺手掰下来的大门 却被一个人一脚粗鲁地踢给了 一个冷卷的声音缓缓地传了进来 那个无赖小子在哪儿 给我摆响天出来 青阳宫的大门整个被这一脚踢成了碎片 漫天飞舞足足有上百名金汉 坚毅尽装的大汉 缓步地走了进来 那三个老道气得脸色发紫啊 刚刚说完青阳宫 没人敢来撒泼 可这就有人打上门来了 那个最老的老道沉声喝道 白施主 我们青阳宫 哪儿得罪了你们白帝们 要你们白帝们 这么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 莫非是我们峨眉 得罪了你们不成吗 他的袖子一抖 顿时整个院子里边是阴风大作 一柱柱仿佛实质的气流 在空中奔涌 巨大的力量 让那些冲进院子的白帝们好汉 深目有主地退后了一步 那白翔天 是一个五十几岁 长得还算过得去 体型还不差的小老头 他缓步上前 双目开合之间 冷光四射 沉声说道 倾心倒着 实在是失礼了 下人不会做事 这青阳宫的大门 我会选最上好的木料 重新打造后 披红挂彩地送回来 今日白天 我白帝们十六名属下 在大街上被杀 凶手乃是三年前 和我们有极大过激的人 顿了顿 他摇头叹息道 我那侄儿 白帝天 却也差点被他们打破了头颅 尤其这群人 还在青林雅筑 掳走了水秀儿姑娘 以及三位侍女 这于情于法 可都要好好地 找他们 算算这笔账了 清心老道 听得此言 看了看那被踢破的大门 勉强地挤出了死笑容 如此 我请阳宫 倒也不插手 今日 倒是有客人 租了我们三个偏院 想必那人 便是其中的一位 你们白帝们要寻仇 自己可以去 但是呢 我们请阳宫 乃是清修之所 如果没有必要 还请白使主 不要在我清阳宫内动手 如果万一出了乱子 小道的师门怪罪下来 恐怕是白门主那边 也不好交代啊 白向天微微汗手 虽然这白帝们 在民间的势力极大 但是没这个必要 他还是不愿意 和清阳宫起冲突 要说这清阳宫 可是传说中和那 虚无缥缈的 峨眉剑派的先人是同门啊 如果传言是真的 这白帝们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需要白白树立 这么一个敌人 当下他笑着回答道 如此还请道长 派人引路 我们只要去偏院 去看看那些客人 找到那个仇敌了 自然会和他在 郊外约战 不会损伤到 白帝们的清净地 乘说着呢 门外又传来了 气脑的清脆的声音 二叔 大哥被人打伤了 这种事情居然敢瞒着我 还有 真的是苏州府 那个小子做的吗 他居然赶来成都 和我挑衅 他实在是 太不把我们白帝们 看在眼里了 他不过是苏州府的 一个小混混 我倒要是看看 他离开了苏州府的 官府衙门 他在成都 还能和我们白帝们 较量不成 说着 一脸怒气的白灵心 带着几个丫鬟 以及十几个高个子 高手护卫冲了进来 微微地朝着三个老道行李道 三位道长 我们白帝们实在是唐突了 可是那人 着实是可恶 三年前 他居然动用官兵 来围捕我们的门人 我大哥都差点被强弩射死 这一次 可万万不能让他逃走了 清新老道缓缓地点头 罢了 诸位施主 还请低声进言 他们租用的那三个院子 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记住 找到了人 约他出去决战 不要扰乱了我们 修道之人的情景 其他的院子里面 还有别的客人 你们可 你们可千万不要惊扰了他们 要是你们胡来的话 可不要怪我 情神情义三人 不够情面 要和你们白帝们 见个高下 白灵心不愤地 翘了下嘴巴 心里嘀咕着 你们这群青阳宫的道士 又有什么厉害的角色吗 和我们白帝们争斗 不过就是给你们 一点面子罢了 看在你们香火鼎盛 在老百姓心里边 还有点分量的份上 懒得和你们计较 当下 方良他们也不叫 护卫们出去了 他们都聚集在了一起 就当做是看热闹的客人 看着白向天 他们走进了偏院 刚刚进了 通往偏院的大门 第二个院子的门口 站着一个 面白无须的少年人 方良看了他一眼 脸皮突然冒出了 兴奋的神色 朝着他点了点头 那个少年 看到了方良 李善等人 脸上也是一阵的 狂喜之色 连忙朝着他们 打了几个手势 白帝门的一众门人 在碧灵儿租用的 三个偏运内 扫射了一份 却没发现 立风碧灵儿 两个正主的影子 早知道 他们到来的乌鸦老祖 等人一个个 自顾自的闷在房间里边 要么喝酒 要么下棋 要么就是蒙头大睡 这些白帝门的高手 哪能看得出来 这些不起眼的老头子 一个个放出去 那都是可以轻松 毁掉整个成都的 恐怖人物 当下 白向天气的 在地上跺了跺脚 鹤马道 那两个混账小子 跑到哪儿去了 心神老道咳嗽了一声 细声细语地说道 那一身绿色长袍的客人 天刚黑之时 带着几个人 往勾兰院那边的方向去了 另外一个客人 长得很邪气 很英俊的 想必 就是你们想要找的人 方才 也带着一个老头 出门去了 你们如果守在 青阳宫的外面 应该可以等得到他们 白向天愣了一下 他回身问道 那方才为何不早说 清神老道 淡淡地说道 不让诸位施主搜一下 还以为我们青阳宫 在敷衍诸位 如果伤了我们青阳宫 和白帝门的和气 可不是一件好事 最近被租用的 就是这三个院子 如今大家也看到了 里边并没有年轻人 都是一群老人 现在你们可以出去了吧 要打斗的 可以去门外的大街上厮杀 你们白帝门 当街杀人的事情 可也不少了吧 白向天知道 这老道士们心里有火 不由得挤出了一丝笑容 如是 倒是我们来的唐突了 三位道长放心 这被打破的大门 我们是一定赔偿的 我们走 他们既然出门了 肯定是要回来的 他在这下着命令 他的头上却突然有一堆骨头砸了下来 一个粗豪的怪声怪气的声音喝道 他娘的 难道虎爷我不是年轻人的 说什么三个院子里边 只有一群老头子的 虎爷我长得这么年轻 身板子这么结实 每顿饭可以吃两头烤全羊和十几滩老酒 你们硬要说 虎爷我是老头子 虎爷我恰不死你们 白向天抬手摸了一下头顶 满头油脂 那骨头是被舔得干干净净 在灯火下还散发出骨骼原本的黄润光泽 看到骨头的模样 分明就是一头狗的骨头啊 白向天的身体哆嗦起来 他抬头猛的喝道 哪个混蛋 敢用骨头砸你家白的爷 砰的一声巨响 两条粗大的大毛腿 踩塌了圆形拱门的院门 那本来坐在上边 啃着狗肉的小猫 浑身尘土的落了下来 他摆了摆脑袋 哪个孙子在那儿 慢你家爷呀 白的爷 你长得都是黄色的皮 哪有白色的大爷 说着小猫就这么一耳光就抽了过去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动作 两个白地门出类拔萃的高手 硬是躲闪不开 啪啪两声 两个高手仰天便倒 嘴里边吐出了好几颗大牙 油腻的双手 在衣服上胡乱的擦了擦 手握住了腰间的虎袍刀柄 眯着眼睛问道 你们是白地门的人吗 我听疯子说过你们的事情 好像三年前 疯子和你们打过一场啊 你们敢在苏州和我们抢地盘 这娘子 疯子说苏州的地盘是我们的 每天可以送很多金子银子什么的上来 好多肉啊酒啊 你们敢抢虎爷我的肉和酒 我揍死你们这群王八蛋 小猫也不多说 眉开眼笑的抓起了偏远门口的两尊小小的狮子 朝着白向天他们劈头盖脸的砸了过去 听月光 谁在唱 写风去 不能忘 这心底的悲恨有多痛有多痛有多少 好多人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帝门的高手被小猫一个人逼对了出去 狭窄的通道 拥挤的人流 面对双手一伸就可以把整条通道站满的小猫 他们除了身臂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两尊大概有三百斤左右重量的石头狮子 在空气中发出了呜呜的咆哮声带起了两道白光 已经打断了两个躲避不及的白帝门高手的脖子 这院子和院子之间的通道实在是太窄了 什么身法都使唤不出来 哪怕你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 在这也只有用赖皮打架的本事 但是如果仅仅凭力气 谁能比得过小猫呢 哈哈狂笑着的小猫 就这么一步步的把百多个白帝门的高手 逼回到了通往大院的门口处 清心 清神 清义三个老道鼻子都气歪了 他们愤怒的咆哮着 这位施主请不要动手 这里是清修之地见不得血光 你住手 住手啊 看着地上已经倒下了七个白帝门的门人 他们实在是按捺不住了 小猫一旁嘀咕着 哼 已经见血了 干嘛不能动手啊 打吧 哦 半生院子又不是我们家的 打烂了 我们拍拍屁股就走 谁那凡和你们这群牛鼻子老道啰嗦 看你一下虎爷的狂风暴雨 狮巴打 嗡的一声 空气中响起了一道炸雷 两道石头狮子被小猫在空中捂得 是仿佛风灯一样滴溜溜的乱转 呼啸的进风吹出了十丈开外 恶风呼啸 十几个白帝门的属下躲避不及 硬生生的用身体吃了小猫这发狂的一击 结果自然是整个身体被打飞了起来 在空气中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的骨骼断裂之声 独粮守佛 一声道号悬殊 一条高大的身影到了小猫的身前 一手指头缓缓地朝着小猫的胸口就点了过去 小猫狂吼一声 两尊石头狮子朝那人当头就砸 儿伦中只听得一声巨响 两尊石狮子被镇成了粉碎 小猫的身体也倒飞出了十几杖 重重地砸在了一堵墙上 顿时整个墙壁都塌了下来 驼背的张三丰 面色冷峻地站在了原地 沉声喝道 小娃娃 你怎么下手如此的狠毒啊 已经打死了十几个人 你还要赶尽杀绝不成 今天老道士 我封了你的宫里三年 三年以后你才能出手打人 这三年你给我好好的想想 如果你是这样被人的追杀 可会感觉心情畅快吗 轰的一声 小猫从那砖块堆里边跳了起来 他上半身衣服已经全部震碎了 拍打了一下自己的肚皮 喃喃自语 你封了我的功力 没有啊 我还是浑身的力气 他妈的 老驼子 吓唬虎爷 虎爷可不是吓大的 你什么时候封了虎爷的功力 让虎爷我看看呢 噪狼一声 虎袍刀出鞘 朝着张三丰脑袋当头皮下 小猫咬着牙喝道 老不死的老家伙 有胆子 吃我 虎爷已斗 张三丰警了 此人受了我封魔旨意 鸡居然丝毫无事 看来此子天赋秉义 乃是上天终受有心之人 尤其资质如此甚好 倒不如收了他 他一时起了爱财之心 便笑道 好 老疯子 我就吃你一道 你要是 看不死老疯子 就乖乖的 拜老疯子为事 如何呀 小猫吐气开身狂吼道 那你就 死 体内真元 凶猛喷出虎袍刀上 散发出了万丈的杀气 一道血淋淋的紫光 拖起了足足十几丈长 光影中 一条张牙舞爪的 白鹅吊金大虎发出了脑儿的咆哮声 朝着张三丰当头就劈了下来 张三丰一见心里大惊 他怒斥了一声 你这把刀 杀了多少生灵 才聚集了这么强的杀气 这居然是灵气 你一介五人 怎会有这样的宝贝 他猛回头 看了看身后的白地门所属 张口就是一道金光 喷了出去 沧浪声一声巨响 张三丰的金光 被逼退了三寸 小猫整个人 则是轰的一声 朝着后边 仿佛炮弹一样 飞出了二十几张院 直接撞破了墙壁 飞到外边的大街上去了 顿时就听到外边 一阵哭的喊娘的声音 然后就是小猫那 愤怒的咆哮着 老家伙 我记住你了 你等着瞧 虎爷我今天打不过你 迟早有一天 等你老子快死的时候 虎爷我就 划了你的脑袋下来 张三丰快步到 那围墙的缺口处 小猫却早已经不知去向 丽丰可是一直在 给小猫灌输 打不过就立刻跑的思想 小猫虽然是好勇斗狠 但是立峰的话 他是绝对服从 他已经认出了 这人就是张三丰 知道自己打不过 还不逃跑 留在原地等死吗 那乌鸦老祖等人 没有必要 现在是不能让他们露面啊 白向天 看着地上被砸的血肉 模糊的门人 一张还算端正的脸蛋 已经是满是扭曲 和正颖的神色 白灵心则是不断地 拍打着胸口 他在怀疑 天下为何有这么可怕的人存在啊 小猫笑嘻嘻地挥动着石狮子的时候 在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到一点的杀气 而是充满了那孩子一般的笑容 似乎他正玩一场很有趣的游戏 难道杀人 不过是一个游戏吗 方良里善等几个文弱书生 已经吓得是浑身冷汗之流 直到张三丰把小猫打飞了出去 这才回过神了 刚要上前和张三丰见礼 朱允文已经快步地走了出来 发生什么事了 方良里善等人面色大喜 连连朝着朱允文打了眼色过去 方才战战兢兢地站在门口的小太监 一五一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朱允文顿时脸色有点难看了 方良快步地走了过去 低声说道 掌柜的 这青阳宫可能住不下去了 方才那黑大汉还有几个朋友在 而且看来都是武林好手 要是他们跑回来一折腾的话 怕是掌柜的不怎么安全啊 张三丰此刻也走了过来 他冷淡地扫了白地门的这帮好客业 他心里边也有点恼怒 本来好好的住在青阳宫 就等着自己啊 劝得一心要起兵报复的朱允文 回心转意 立刻带他去海外 可是白地门这一群人一闹 自己莫名其妙地出手了 还不知道和谁结下了仇怨 如果还留在青阳宫 怕不是要招惹出无限的是非啊 侠以武犯进 这些江湖人怎么就一点势力都不知道啊 直接打到道观来寻仇了 我武当门下的弟子 不会也这么着吧 如果是老疯子我非打断他们的狗腿 仗势欺人 哪有这么过火的 不过张三丰又幸灾乐祸的高兴起来 你们这白地门 说的好听是武林豪门 说的不好听就是天能恶霸 这回撞中了铁板 吃了苦头不是 要不是老倒是我出手 就这帮个祸 早就被那黑的块头给拆零碎了 朱允文的面色犹豫起来 看外边是一地狼藉 再看看各个偏院都有人探头探脑的 出来查访洞妮了 再在这寄宿下去 可是不太安全了 尤其是炫发生后 官府一定会派人来查探的 要是自己落入了官府之人的眼睛里边还好 毕竟还有不少心向着自己的官吏 但是如果被锦衣卫的人发现了 那可就是滔天的大祸 这朱允文皱着眉头正在沉思着 那白灵心的一颗芳心 已经死死的粘在了朱允文的身上 这朱允文正是风流少年的年纪 又在身宫内保养得极好 站在那就仿佛一尊玉娃娃一样 尤其他心中有事压力极大 弄得一对眉头微微的凑在一起 那忧郁的眼神 唏嘘的壶茶子 高贵的气息 更是凭空增加了几分 让人心神动摇的魅力 白灵心出身在武林世家 平日里多见的都是那些 胳膊上可以跑马 肚皮上可以扛大象的人 哪见过这样的风流公子 就算他自己的几个兄弟 也都是那种 拿起刀剑就可以杀人 装出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实际上不过是高级无赖的货色 尤其白的公子等人 一个个眼高过顶 什么时候看人都是鼻子朝着人家 何曾见过这般风流潇洒 谦虚文雅温柔 仿佛春风一般的年轻人呢 也顾不得自己 还是一大闺女的面子上了 其实啊 他也经常这个带着护卫 在大街上乱逛 也不能算是什么名门闺秀 这白灵心上前了两步 满脸含羞的朝着朱允文 行李后问道 这位公子 今日多亏你的家人出手 否则我的叔叔伯伯们 可能死伤还要惨重一些 但是我们的那几位仇人 都是街头的无赖 武林恶棍 公子再停留在青阳宫 肯定是不妥的 白灵心指了张三丰一下 笑道 这位前辈虽然武功高强 但是双拳难低四手 公子孤身一人在此 怕是不慎安全 白灵心虽然身为女儿之身 却也知道知恩图报的道理 小女子家中 在成都还有一点势力 足可保得公子平安无事 顾 顾 说到这儿他说不下去了 顾什么呀 顾请公子到我家小桌 这白灵心毕竟是个姑娘啊 要一个俊俏的公子 去自己家住 说出来可就实在是有点羞人了 那白相天在一旁 那儿还不开窍啊 她在心里边大笑 好啊 灵心这小丫头 终于找着喜欢的人了 大哥也不要整天唠叨着 给她找婆去 可不是吗 待会儿想想 这白灵心和立峰 结下梁子是三年前 在苏州府 三年前 那白灵心已经是 十七八的大姑娘 现在都二十出头了 再不嫁出去 恐怕再过两年 就没人要了 当下 白相天哈哈大笑 殷勤地邀请朱云文档 这位公子 这青阳宫看起来 也不是个安静的所在了 不如一起去设下如何 公子看起来也是少年巨雄 我们白家 最是喜欢结识 公子这般的人物 尤其这位老前辈的功力 毫不惊人 家兄最是爱结交 江湖高人 奇人异士 公子 意下如何呀 朱云文看了看白灵心 白灵心的脸上 已经是红得一塌糊涂 尤其两只眼睛 更是水光闪动 见惯了后宫 妃子动情时的表现 朱云文 哪会不知道 白灵心对自己 已经有了极大的好感 看来呀 只要自己动动手指头 这姑娘 就会自愿地 爬到自己床上去了 朱云文思索着 白地门 白地门 听说他们在天南一带 门下弟子有数千人 各地归他们控制的 行当里边 吃他们白家饭的 还有万语精壮 掌握了白地门 可就掌握了一只 很强大的武装力量 尤其这白灵心看起来 比起那些后宫妃子 又有不同 看起来凭空 多了五分的英气 朱云文心头一热 他突然想起了 朱元璋 原配的夫人 马皇后 马皇后 也同样是一个 上阵厮杀的 厉害女子 如果自己能够 结交白灵心 这样的女人 日后由她配合 奇异师 反攻应天 岂不又是一段佳话吗 想到这儿 朱云文 露出了笑容 长者赐 不敢辞 这青阳宫 确实不适合住下去了 如此就 讨扰白先生 张三丰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自然知道 朱云文 打的是什么主意 借助白家的力量 联合 四川一地 忠于自己的将领 然后 兴起一失 反攻应天 收回自己的皇位 张三丰 无奈的 面向看天 心里边叹息啊 朱元璋 你的子孙 怎么都是这样的货色呢 朱帝 起兵 天下死 伤数百万 我好容易救了 朱云文 出来 他却依然要起兵 你们朱家 祸害这个天下 也实在是 太厉害一点了吧 张三丰 咬了咬牙 下定了决心 不管怎么着 我不能再让你 朱云文 起兵了 四川一庆 朱帝的手 暂时还没伸到这来 不过是更换了 几个官员而已 如果朱云文 在白帝门的配合下 加上白帝门的 财力人力 以及方良 他们带来的 大笔银两 一个月之内 可以组建一支 二十万人的大军 这老疯子绝对 不能让你们 朱家人再打下去 想到这 张三丰 沉声说道 公子啊 我们如今 正被追杀的警 可不要去白帝门 把祸害 招惹到人家头上 朱云文的笑容 僵直了一下 他有点不满的 看见了张三丰 白灵心则惊声问道 公子 有人在追杀你们 朱云文的心中 飞快地思量了一下 他开口应道 呃 正是如此 小生 朱文 家有 懦大的家产 却被一恶亲戚 侵占了家财 并且 请了一批匪徒 沿途追杀我 非要把我 置于死地不可 如果去了白帝门 恐怕他们 不日就会 查访到这儿了 白相听 哈哈大笑 骄傲地说道 朱公子 不用担心 区区江湖匪类 我白帝门 还不放在眼里 朱公子 尽管去我白帝门 不管来多少江湖匪类 我白帝门 一力承担了 客气了一阵子 这朱云文 那看都不看张三丰一眼 就这么跟着 白相天等人走了 方凉 李善等大臣 太监 也都紧紧地 跟在了后边 张三丰 仰头苦笑 摇头不语 他已经对朱云文 彻底的失望了 想想 他就朱云文 出京的时候 朱云文 差点没跪下 抱着大腿 叫爷爷 可现在呢 刚搭上一个 可以帮助他的 庞大势力 朱云文 就可以立刻 不认这个成天 叫他指战啊 休战啊 的老神仙了 清新等三个道长 和张三丰 对视眼 同时摇了摇头 清神 轻轻嘀咕了一句 这院子 看这院子 被打成什么样子了 唉 去几个徒弟进来吧 去安抚一下客人 他们要么是乡客 要么是读书之人 不要惊吓了他们 张前辈啊 您到哪儿去啊 张三丰 无奈地回头 看着他们 摇头道 那小子 可以无情 我张三丰 不能无意啊 我救了他 不能再看着他 跳进死地里 也不能看着 他从四川 那掀起滔天的冰火 我不能制止 他那位叔叔 但是起码 疯子我可以制止他吧 他要是 闹得实在不像话 我直接把他打晕了 扔去天厨 做野人 张三丰 这下可真的发火了 看着那驼背的高大身影 匆匆地走了出去 轻心等三人叹息了一声 轻易摇头道 罢了 张前辈 鼓刀热肠 我们也不能无视 师兄 不如去山里 请几位同门下山 监视这成都城的动静吧 我心里总感觉奇怪 今天这成都城内 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好像有人 在故意地 在背后操作一样 轻心点点头 沉声道 此言有理啊 倒也不需要 我们去山里边 我就直接 只喝 向宗主求助便是 再说那青阳宫的大殿上 立峰背着手站在那 他突然听到啊 大街上说有人 叫嚷了 黑大哥打死人 所以立刻带着秦道子 冲出了酒楼 把满脸笑容 正哈哈狂笑着 把街上的情人那捕块啊 当草包扔出去的小猫 抓了回来 此刻 衣机破烂 正觉着不过瘾的小猫呢 正坐在他脚边的屋脊上 一手直头一手直头的 把大殿屋顶上的琉璃瓦 捏成粉碎 秦道子哥有点害怕了 这么高的屋顶 他还没发现怎么回事 就被滴落上来 现在正趴在屋顶上 不敢动他呢 立峰神色诡异的笑了起来 好 好 本来啊 我还准备自己设计一套动作 把你们逼到一起 现在可是你们自己走到一起了啊 好啊 你朱运文 可不是看上的白灵心白的姑娘吧 天助我也 你青阳宫的老道 还有汤这汤浑水的话 那可就是逼得你们峨眉剑派的人 往死里边走 听月光 谁在场 写风去 不能忘 这心底的悲凉 有多痛 有多少 正邪谁人一定 善恶 任内评说 血红作品 百万点击 武侠修真剧作 且听大兵为您演绎 邪风曲 谐风曲 第180回 话说 在青阳宫外 一间大客栈 最深处的院子里边 丽风 碧灵儿 丹青生 飞仙子 老祖等一众人等 聚集在了一处 丽风笑嘻嘻的 把方才的事 说了一遍 已经得知了 他计划的乌鸦老祖等人 心怀大畅 一个个碾动着胡须 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鹿灵子开玩笑道 丽风啊 要不是丹青生 他收你 做了计名弟子 我鹿灵 可就要 收你做门下了 我们这些老头的 门人里边 法力高深的多 可是像你 这么能办事的人 可没几个呀 丽风一点都不谦虚的 接受着他的夸奖 随后笑道 看样子 这朱允文和白灵 白灵心可是动了情 白灵心 今日里应该是真的 春心动了 可是那朱允文 小子感觉 他是功力的成分大一点 只要咱们演好下边的戏 由不得他们 不按照咱们的路走啊 出人纷纷点头 不要老祖放心的说 一切就由你安排 我们老头子 刚好可以 省下一点心思 小猫则是 瓮瓮瓮的说 风子 动情是什么意思 丽风呆了一下 碧灵儿笑嘻嘻的解释道 就是所谓的 他突然发现 自己也无法很形象的 向小猫解释这东西 一时间愣住了 丽风眨巴了一下眼睛 坑持着说道 小猫啊 这个所谓的动情呢 就是 发春了 小猫歪着脑袋问 发春 发春 那是什么呀 丽风看了看 非仙子尴尬的神情 低声的凑在 小猫的耳朵边上说 就是 野兽春天里边叫春了 他们这不是要 恍然大悟的 小猫兴奋的叫嚷起来 哦 就是 他们要配种了 是不是啊 那朱尹文 想找白灵芯配种啊 早说是春天里 工人找母的 干那档子的事 我小猫早就明白了 不过 他们还真麻烦 不就是配种吗 在地上 暗倒了不就是吗 干嘛呢 朱尹文那小子 还要到白灵芯家里去 莫非 他们要那么多人 一举配种啊 非仙子咬牙切齿的走了出去 丹青生哭着脸 无奈的看了小猫一眼 摸了摸自己的耳朵 垂头丧气的 也出去了 乌鸦老鼠等几个老怪物 瞇着眼睛 脸上笑容灿烂 仿佛都会发光了 丽风长长的吸了一口气 无奈的拍打着小猫 宽厚的肩膀说道 小猫啊 这人的发情 和野兽的配种 是不同的 这个呢 从伦理上说呢 人的发情 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大事 这没等力风说完 小猫得意洋洋的说 我也明白啊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野兽也是要传宗接代啊 倒是人 似乎配种的时候 还不全是为了传宗接代 还是为了玩乐多一些 你看赵老大他们 从天去窑子里边配种 也没见他们生个孩子下来 丽风彻底的误语 碧玲儿抱着肚子 趴在桌子上 那嘴里边仿佛抽筋似的 发出了断断续续的笑声 乌鸦老鼠等 辈分高的人 实在是无法继续听 小猫胡说八道下去了 一阵阵清风缓过 他们全部狂笑着掠了出去 就只剩下一脸无奈的立风 和面色如常的秦道子 在房间里边 立风很好奇的 看了秦道子一眼问道 你不笑 秦道子恭敬的点头 这 这有什么好笑的呀 丽虎 他不过是说了句大实话 那朱允文和白灵心 就要去配种了 而且也的确是这样 也说配种是单纯的 为了繁衍后代 只有人类才会为了快乐去交配 而且也只有人类才会在最后 交配的过程前弄上那么多心思 把权力和地位混杂在里边了 立风若有所思的看着秦道子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低声说道 说得好啊 你看得很透彻 如果修到你的进度一定很快 秦道子淡淡地笑了笑 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了四十多年 他什么事早都看淡了 那毕灵儿啊 好容一口真气 压下了如潮的笑声 抓着立风的手问道 兄弟 下边我们应该干什么呀 不管你叫我破门杀人 还是上乌街吧 我毕灵儿一定当先锋 立风悠悠地朝着 关押着水秀的隔壁房间指了一下笑道 现在嘛 咱们就要准备一点风雅的节目 那白的公子呢 可还惦记着我们这位秀姑娘 我们就用他 引得白地门和我们冲突 乌鸦前辈他们呢 还不能被人知晓 所以他们就留在青阳宫 吃斋休养吧 这外边的事情 由我以及大哥就足够了 毕灵儿舔了一下嘴唇 阴阴地笑起来 到了最后 可就要去峨眉山了吧 立风悠然地说 是啊 谁叫峨眉剑派三年下来死伤最重 如今的实力最弱呀 我们不找他们下手 还找谁下手呢 毕灵儿点头称是 猎天磐石两位宗主门下的得意弟子 在和散休的较量之中 已经损失了大半 无神老道那一宗的弟子呢 又全面闭关 一时间成了峨眉派开山以来最弱的时候 不趁现在去欺负他们 还去欺负谁呀 尤其峨眉山占地面积广大 香火繁盛 灵气充沛的令人吃惊 按照海外诸位散先门下的规模 一座峨眉山就可以让二十几个门派 发展两三百年 至于利峰把第一个目标找准了峨眉山的原因 恐怕真的还就只有小猫和利峰才知道 快四年前 乌神老道那一无耻的偷袭 四年后 可是把一个心狠手辣 而且手上也有了足够实力的可怕人物 招惹到了峨眉山下 借刀杀人 反正死的人又不是利峰的门下 他们是绝对不会心疼 利峰站了起来说道 大哥 我去看看谁就是那丫头 可不能让他做出什么上吊自杀的事来 明天嘛 成都城外的杜甫草堂是不是 他靠着幻花溪吧 我们就在溪水边上 找一座书院或者是园林 蒸用了之后呢 叫那水秀 去那儿弹曲子卖茶水 那白大公子 想不上当都难哪 比灵儿脸上露出了凶残的杀机 妙急 那白大公子这回来了 我要杀了他 利峰淡淡的说 那就任凭大哥你高兴了 杀了他 白地门就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吧 我们正等着白地门和我们全面冲突呢 说完 他拉了小猫一手 带着秦道子一起走到了门外 隔壁那间厢房外 张龙以及其他五名锦衣卫高手 正站在门口守卫 看到利峰带着人走了 连忙攻身让开了门户 利峰笑嘻嘻地走了过去 轻轻地敲打了一下房门 咳嗽了一声之后 柔声说道 水秀姑娘 在下利峰来看望姑娘来了 门里边也没声音 利峰皱了一下眉头 手中内进微肚 顿时门栓发出了一声咔嚓之声 他推门就走进了房门 刚一进门 耳轮中就听到呜的风声 一把椅子当头朝着利峰就砸了过来 体内真员微微一放 奇异的立场笼罩了整个房间 那张结实的南木椅子 在距离利峰的脑袋 还有三寸的时候猛地停了下来 然后伴随着刺耳的咯咯声 那张椅子一点点的化为粉碎 被扭曲的立场 揉成了最细微的粉末 然后一丝丝的飘落在地上 利峰微微笑了笑 脉步走进了这灯火昏暗的房间 双目扫了一下呆若木鸡的 四个凝弱的女子 碧玲儿笑嘻嘻地从利峰身后挤了出来 盯着水袖那绝美的脸蛋 眨巴了一下眼睛 这位姑娘 你们可要小心哪 我这位兄弟虽然比起公子王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 不过这差距也是小得很了 要说武功 整个天下武林中人 就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几位姑娘娇娇嘻嘻嘻的 可不能对他胡乱出手 否则万一被他随手打一下 香消玉允 公子我可就真的心疼了 砰的一声 小猫的脑袋 把那门框子撞得晃动了一下 他又低下了头 这才钻进了房间 那原本还算是宽敞的屋子 被小猫如此大的身躯站进来之后 立刻就显得狭窄了不小 一股强大的威压气息 朝着四个小姑娘就扑了过去 逼得水袖他们后退了几步 狼狈地坐在了床檐上 水袖紧紧地搂抱住自己的一个侍女 咬着嘴唇 看向了满脸淡然的立风 满脸银剑的碧灵儿 以及满脸茫然的小猫 白着脸蛋 银牙紧咬红唇 水袖低声说道 你们 莫非不怕王法吗 光天化日之下 劫持梁家女子 你们 你们好大的胆子 碧灵儿突然抱着肚子 狂笑起来 谨慎地站在门框外的秦道子 也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王法 什么是王法 小丫头 公子我可告诉你 所谓的王法 就是居上位者定下来 专门管辖普通老百姓的借条 只要你有权有势 王法是什么东西 你和我们说王法 你知不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是什么人 我这位兄弟 代表的就是王法 对你们这些老百姓来说 他就是天理 他就是王法 其实梁家妇女算什么呀 公子我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我看天下哪个官 哪个衙门 敢说一个不献 折扇哗啦一声打开 碧灵儿洋洋得意地扇了几下 一屁股坐在了屋子里边 一张椅子上 李峰也坐了下去 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冷目看着水秀说道 水秀 名字倒是不错 听起来很温柔的名字 不过你天生九阴之体 却又起了这么阴柔的名字 只会是阴气更盛 不过呢 这是你父母给你的名字 我李峰还没有无聊到 给你换名字 喝了一口水 李峰 缠声说道 梁家女子 在青莲雅筑里边卖艺 可算是梁家女子吗 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看上了你 就可以对你任意采摘 青莲雅筑的老板 可没有实力保护你吧 我强行带了你走 他能干什么呢 如果那白的公子 被你勾动了心火硬是要带你回白地门 恐怕你也就只能是老老实实的 做他的小妾 莫非你认为白地门的少门主 会娶你做正妻吗 水秀的脸色惨变 一片的黯然神伤 三个小丫鬟也是互相看了一眼 整个俊俏的脸蛋 就这么憔悴了下来 仿佛是新鲜的苹果 突然失去了水分一样 整个的光泽都消失了 仿佛老了很多岁一样 丽丰敲打了一下桌面 柔和地说道 不过像你这样的女子 浪费在勾兰之地 说到这儿水秀尖叫起来 青莲雅筑可不是青楼 丽丰点点头 微微带点讥讽地说道 好好好 青莲雅筑不是青楼 像你们这样美丽的女子 与其浪费自己的年华 给那些阔大爷们 开心的无聊事里 还不如利用自己的本领 去做一些让天下人 都害怕的事 你们的乐曲功夫 如果给你们传授一种 专门的阴杀功夫 杀人于无形之中 你们日后就不会再受人的控制 柔和地 充满了魅惑力量的声音 钻进了水秀等人的耳朵里边 想一想 想想看 你们以后可以控制 其他人的生死 你们的手中 可以掌握极大的权力 你们不会再被人家当作玩物 当你们在青莲雅筑里 弹琴唱歌的时候 莫非真的就以为 那些大老爷是在 欣赏你们的嗓音吗 你们想想看 他们不过是想 扒下你们的衣服 把你们脱光之后 按到床上去快化 可是现在 不同了 阴柔 极其阴柔的声音 仿佛水银一样 灌满了水秀 他们的脑海 水秀 他们几个眼珠子 都开始发指 眼神也变得僵硬 整个人仿佛木桩子一般 跟随了我 跟随了我立风 你们就会获取 你们以前 想象不到的地位 权势和力量 那些想要玩弄你们的人 将会被你们玩弄 于掌心之上 那些想要凌辱你们的人 你们可以随意的凌辱他们 从肉体到魂魄 你们四个可以随意的践踏 蹂躏他们 只要你们服从了我 效忠了我 你们就可以变成那些 大老爷眼里的神 水秀啊 好好地想想吧 跟着我走 你们才有出路 没有了我 当你们的容貌 不再美丽 才艺 不再惊觉的时候 你们的下场 就是最下流的 青楼纪约 天下难而 多博性 只有我们这种 讲究实际利益的人 才是最实在的 只要你帮我办事 你就可以得到 你想要的 所有的东西 利丰的眼睛里边 透出了一道 三尺长的紫光 直接灌注进了 水秀的眼睛里边 利丰里声后道 你们 想要金银珠宝吗 凭借我的权势 你们可以富甲天下 你们想要一呼万应吗 只要服从了我 可以有无数的人 任凭你们驱使 甚至只要你们高兴 你们可以选数百名 英俊壮汉 陪你们夜夜春宵 只要你们高兴 哪怕你们四个 想要玩女人 天下都有无数的人 自动现身 一声炸鹤 手中灵绝尹 四道灵光 射在了水秀 他们四个的额头上 在碧灵儿 阴险的笑声之中 利丰爆喝道 醒来 水秀四人突然惊醒 眼神里边是秋波流转 看起来好不动人 一丝欲望野心的种子 已经被利丰 用极其高明的射魂术 种进了他们的尸海深处 这是利丰修炼 画形心经 参悟 御外天魔 无声无息来袭的手段 而创造出的一种 极其玄妙的法术 那水秀 跪倒在地上 弓声说道 我们 我们愿意 出卖秦记 并不是长久之举 秀儿 蓝儿 叶儿 云儿 也是无奈之举 近日起 水秀 帅三位姐妹 发誓 一生一世 效忠公子 还请教 公子大明 利丰 淡淡地笑了笑 站起来说道 大明朝锦衣卫 都指挥使 利丰 说完 他转身 朝着门外走去 碧灵儿 无奈地叹息一声 歹毒的目光 顺着水秀 他们微微敞开了 的领口溜了下去 低声说道 现在 丰兄弟 是把你们给收了 便宜你们呢 否则水秀 我不能捧 那三个丫头 我可一个都不能放过 把喽 兔子还不吃 窝边草呢 这点情面 我碧灵儿 还是要给呀 却说那水秀 却是被 李丰的回答 震得浑身一抖 锦衣卫 都指挥使 对于大明朝的百姓 和官员来说 这是比恶鬼 还有可怕的东西 碧灵儿跳了起来 冲出门 看了看天色 嘀咕了一句 哎呦 这天快亮了 风雨雷电 陪公子我 去找个青楼 找个俏姑娘 睡个回笼觉 这成都府的气候 可真不错 大姑娘小媳妇的皮肤 一个个水嫩水嫩的 立峰看着碧灵儿 摇头摆尾的 带着四个门人 走了出去 彪得淡淡的笑了笑 拍打了一下 小猫说道 小猫啊 这四个小丫头 可都交给你了 以后呢 你先护着他们 不许让任何人 动他们一根头发 明白没 要是有人敢碰他 就给我杀 你把入门的口诀呀 也传授给他们 再祝他们行宫 三十六个周天 就可以了 小猫点了点头 又钻回了那个客房 嗡声嗡气的说道 好了 你们这四个女人 真麻烦 虎爷想要睡觉 便便要人 传授你们什么信法 坐过来 听虎爷 给你们交东西啊 小猫神气活现的 坐在了一张太师椅上 他什么时候 这么威风挂 向来都是被立峰教训 今天他也可以教训人了 稀里糊涂的 他没有把一元宗正规的心法传授给水秀他们 反而是把自己修炼的 改编过的 专门用给妖怪修炼的口诀 说了出去 仅一位属下 让天下人恐惧的夺魂刹女 因为小猫的无心之失 就此降世 听月光 谁在唱 写风去 不能忘 这心底 的悲凉 有多痛 有多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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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